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就样曼陀斯 随心探案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寻宝总规则 在同目村里 埋藏着六个神秘的宝藏 分别是可以兑换不同宝物数量的兑换券 谁找到就归谁所有 学员们可以利用各自获得的初始道具 和仅供拍照的寻宝手机 去村庄里寻找线索 这些初始道具会指引学员们 一层层揭开宝藏真相 形成推理线 而六条推理线 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藏宝地点 请注意 第五季的每个宝藏背后 都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等着学员们去探索 在推理过程中 学员们会不定时触发剧情 在寻宝过程中 推理越深入 故事剧情越完整 学员们寻找宝藏的时间限定为 从现在开始 到明天早上九点 另外 在此期间 学员们还将进行多个游戏比拼 在游戏中获胜的学员 可以复制其他任意学员的初始道具 道具越多 提示越多 提示越多 则找到宝藏的几率就越大 但请注意 在寻宝过程中 不能故意移动 或藏匿线索提示 如果有人率先找到宝藏 请一定注意保密 因为在明天上午十点 将会进行一次不公开投票 所有人 要投出你们心中认为 找到了宝藏的学员 投票结果一 如果三位或三位以上的学员 都投对 那么找到宝藏的学员 就不能拿走宝藏 这次的宝藏 就会累积到下一次 投票结果二 如果大家没有检举出拿宝藏的人 这个人将拿走对应数量的宝物 投票结果三 如果现场出现评票的情况 自由其他四名学员现场商定 最终检举人选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也就是没有人找到宝藏 那么这次的宝藏就会清空 不会累积到下一次 第四个宝藏 学员们将会面临怎样的推理考验 而神秘的童木村 又有什么故事 等着大家去探索呢 寻宝之旅 即刻启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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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终于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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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终于这一步 欢迎来到由曼陀斯联合冠名播出的名侦探学院第五季 好 我们现在是在童木村的铁骑营马术俱乐部 因为之前大家找线索真的很辛苦 然后今天就带大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 然后跟小马玩一玩 太好了 首先我们请出马场的经理 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我是马场的牛经理 马场的牛经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铁骑营马术俱乐部 我们这个俱乐部呢 占地面积是160亩 同时拥有专业的资深的马术教练团队 还有40多匹优质的品种的马匹 哦 然后呢我们这有很多好玩有意思的这种游乐项目 比如说 骑马 卫马还可以跟马儿做美容护理 卫马还有给马儿做美容护理呢 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个方向 哦 好 骑马呢我们等一会儿在我们身后方的那个白色的栅栏的区域 哦 然后希望各位玩得开心啊 谢谢牛经理 谢谢牛经理 好好 那我先忙 好的 麻烦您 谢谢 刚才牛经理说两个信息 一会儿俩区域 一个是骑马区 一个是这个呵护马区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分成两个小队 只有三个人可以骑马 我们穿成这样去喂马 是呵护马 呵护马还算是一个项目 还收我们钱是吗 我的天 那马能随便让你碰吗 天哪 都很金贵的 抽签吧 抽签决定 公平 好 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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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就是奔腾组到那边的白色栅栏区 走 然后呵护组我们来这边玩 一会儿见 大家好好体验 你们好 老师们好 我们是呵护他们来的 我们可以来打个招呼 跟他们抚摸一下他们 好 来上 你好马 他叫什么名字 没名 这个叫小黑马 小黑马 那个叫小中马 那个叫司令 司令 对 为什么他的名字如此随便 他叫小黑马 他叫司令 我们今天做马的护理割马草 然后的话这边有工具 我们这些也试一下第一步 好嘞 好嘞 刚上一般就是它有大块的泥巴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再试着它的毛去刷 它很舒服 它在发抖 对 这个是远刷 就是我们刚才刚说把它大泥巴刷到了 这个远的话 我们就是说把那个肥尘可以去掉 这个看起来蛮舒服的 对 软刷 对 老师说远刷 把肥尘去掉 对 肥尘把它可以去掉的 老师 老师你说一下灰化肥 灰化肥 灰化肥 你试试看 灰化肥 可以还是可以 我们这边化我发 水里说不出 哪个和哪个 化我发 我俩早晚会被赶出这个马场 是 这个的话是提钩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提子 嗯 对 你上来 哇 直接拎起来 对 它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种脏东西 然后我把它抠掉 老师们 我们接下来的话要分两组 好 我们有一组的话就是两个我们就是 清理我们的大马 然后还两位老师的话就去那边割马草 好 走走走 割马草去了 走走走 一会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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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边 走 走 走走走 哎谁管我们呢 这个没有人管 我们咋割啊 自己割吗 就这个高丹草 一只手抓着一只手割 你看这么割下来 哇 差不多了吧 我们 这样去吧 帮你抠个脚 帮你抠脚 抠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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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试试 来 哎 听话 给面子 嗯 挺干净的嘛 挺干净 好 有点灰 帮人 平时她好调皮的 今天好听话 有偶像包袱 想要什么发型 来一个中芬 还是离子汤的吗 好听话 好听话 这怎么有一点呆毛 中芬 没有发酵 很发酵 难得洗 嗯 草来了 高丹草 干嘛在看我的草 这个豆吃几顿呢 一顿 一顿就吃完了 这么多 对 那我们 他们是不是可以溜达溜达了 可以溜达 走 王子 一个 帅起来帅起来 王子 老师你帮我 你们现在签一下吧 我先看看你们 你们俩来吧 可以 嗯 走 可以可以 要不要签这个大的 对阿福来吧 去 帮你刻过脚子哈 对我好一点 走 哇 哇 哎呀 这俩马有亲戚关系吗 往那跑往那跑 这 吃嘛吃嘛慢慢吃 黎元带这个 哦 哎这个有刀哈 别把刀吃了 对慢点慢点 不能上菜板哈 我这是什么 我谁 要签一下吗 不要不要不要 你你再带他到那边溜达 其实好像还行 很棒 你们可以出片 听话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哎呀 不 哎呀完了 嚼的那叫一个欢事 我们呵护完成 谢谢小英 谢谢陆宽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我们去看看他们骑马吧 好的 哈喽 老师好 老师好 这样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 我是铁金马兽俱乐部的儒家教练 这位呢是我们的达靠教练 达靠教练 达靠教练好 这位呢是我们的郝亮教练 嗯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三位一会儿将要骑肯的马 好 这个马呢 他叫德利 今年八岁的 德利 助手 德利干将 然后这个马 我签这个马呢 他叫如意 他今年三岁 跟您姓呢 对 跟我姓 这个大白 大白他年龄稍微大一点 他今年九岁了 对 对 哦 有没有喜欢的马 你们可以自己选 我们都来想 你先选一个 你先选一个 我选如意了 因为黑马了 好 那您这边呢 你先选一个 我都行 我也都行 都行是吧 对 要不这样吧 跟郝亮教练走 海马王子 行 没问题 然后您这边的话咱骑得利 得利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各自找我们各自的教练好不好 好 我们其如意的就是帅哥跟我走 对对对 我们先熟悉熟悉他 嗯 他的年龄比他们的大 像他们小马这儿更浅一点 越到大他又越深一点 他相当于咱们人类多大 长一岁 相当于人的三岁到四岁 三岁到四岁 那就是大概三十岁左右 不到四岁 三十二岁 来 三九二十七岁 三十二岁 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 三十岁左右 跟我岁数差不多 咱俩岁差不多 真是 来 我们也要准备上马吧 我先把姜神提上来 稍等一下 OK 我帮着你扶着他 左脚踩动带 一 二 三 上 对了 好的 放松 背挺直 对 背挺直 来 我们做一个马背体操 我们放松 我们双手打开 好紧张 来 摸摸他的左手 摸摸他的右屁股 对 然后我们的右手摸摸他的左屁股 对 对 伸手 对 好的 好的 然后我牵着你走一下感受一下吧 黑马王子 黑马王子 那咱们漫步走一下 好 没问题 来 那就是跟着我走 对 来 往这边拉 对 对 拉张胜就是拉到侧面 对 昂手挺胸 目视前方 对了 很棒 来 我这样还是很潇洒吧 这种 确实帅 可以尝试一下马的快步的动作 好 慢慢地去感受找马的用力马的节奏 知道吧 好 做好起坐的动作 好 来 走 站 坐 站 坐 站 坐 放松 站 站 坐 站 吸 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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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对 特别特别完美 对 就这边 就身体就找到那个感觉了 对 哎 你看跑起来了 你自己在骑啊 你自己在骑啊 真的厉害啊 特别帅 嗯 帅 朋友 可以停了 朋友 咱们基本 基本上可以 可以停了 再不停就就撞上了 哎 好 声控这个主要颗声控 太棒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辛苦教练 谢谢 来来来 现在我们抽我们的初始道具 一番简单的这个休闲娱乐之后 要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寻宝之旅了 哦 还有这回事 我们看一下六个道具啊 分别是逗猫棒 喇叭 信封 书 套圈 相框 大家刚才玩了这么久 然后有没有猜出我们这一期的故事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会有跟什么有关 动物吗 跟动物 马有关 嗯 然后在刚才上车的时候 大家有很不经意的 又很刻意的玩的一个游戏 就是成语揭露 那咱玩点啥吧 咱说点跟马有关的成语吧 万马奔腾 赛翁是马燕之飞福 我来个千军万马 那我一马当仙 车水马龙 五马分尸 就是刻意 没有不经意 非常努力 我们都在推算这个成语跟道具有什么关联了 没错 今天的选择道具就是跟刚才你们上车说的成语有关 这要怎么排呢 你们说的成语 我们会按这个成语的首字母的顺序来排 如果第一个字一样就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一样就看第三个字 那我的车水马龙可能在前面 我赛翁是马龙 我完了 万马奔腾W XYZ了 没几个了 W 来 公布了 第一个首字母 非常之靠前 第一个肯定是文涛 有请文涛来选第一个道具 哇 可以啊 厉害 厉害 它的成语是车水马龙 这个圈是啥东西 这个圈实在是 我可千万不能拿这个圈 圈克制我 这个吧 好的 文涛选择的是信封 第二位来选道具的 小齐 磅礴 磅礴 千钧万马 对 千钧万马 对不起 我想成我继承万马千钧 你在麻痹我 你们说我要不要多个大四 来个这个 来 颜色又多 你就每一期就挑颜色最多的那一个 你看这个五颜六色的 不行 我来这个吧 那么第三名 齐思君 赛翁施马 胭脂飞斧 主持人怎么能丢了话筒呢 那明天早上你来喊起床好不好 借给你用 借给你用 明天早上这活给你用 借给你用 新姐 来来来来来来 出来出来出来 你明天早上醒了直接就坐床上喊一下是吗 我见到雷枪踩到 第四名 杨迪的万马奔腾 万马奔腾 这是啥呀 这个吧 接下来 阿浦 五马分尸 该死的一马当鲜 一马当鲜 个啥呀 这个 好 那么就是这个套圈就给了小凯 借哥哥留了一个最难的给我 乾坤圈 六个 好了那现在所有人都拿到了自己的初始到就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回村子好不好 进入我们的自由推理 好 来 出发出发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就要曼陀斯 随心探案超好吃 你动了这么多娃娃 你动了这么多娃娃 你动了 阿宝老师好 你好 什么时候去给我交换管道 阿宝老师要出门吗 关道工要上班了 出门了 吃我一招 这招快点 能开就先拍 有时间现在 好 音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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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起 我这招 那里的地方放1 选了一个目标 就太大了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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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也太大了 Cの音乐 equals 音乐 EE jou 胃痛男人 心肆失眠 咸咽咳嗽 关心眼 老寒腿 有病 没治啊 胃痛男人 心肆失眠 咸咽咳嗽 关心眼 老寒腿 有病 没治啊 我的处置道具是大喇叭 在这上面它这个U盘 然后这里放着一个单曲播放 它有一个箭头指向这个单曲播放 然后我刚刚打开这个之后呢 听到了一段声音非常大的 胃痛男人 心肆失眠 咽咽咳嗽 关节炎 老寒腿 有病得治啊 然后我现在肯定是和医疗有关的地方 因为我感觉它这个语气啊 感觉像是一个更加私人的 比如说像周氏养生馆这样的地方 最出现的东西 真的 周氏养生馆开门了 大夫 我要治病 我要治病 大夫好大夫好 坐坐 你好你好 嘴有哪些不舒服啊 我 胃痛难忍 咽咽咳嗽 心肌失眠 但还没有老寒腿和关节炎 那我看看麦看看 大哥麦看看 来看看 来看看 来我看看舌头看看 舌头 好 来往上翘 翘翘起来 好还翘起来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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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子吧 先拿着吃药了 这个是暗神的 好是这个 谢谢 这个关节痛啊 吃这个啊 好谢谢 再一个咽咽咳嗽也吃这个 好谢谢 然后这个胃痛啊 我呢吃这个 好 你这个情况呢 刚看的麦 症状还是比较复杂 我得好好的帮你治一下 好 这样呢你先到里面休息休息 我好好帮你看一下 好 这样没问题 先躺着我先看看 这也太棒 拿到这个初始道具 这个圆圈 每一个上面 虽然颜色不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颜色 那就是白色 而且这个白色它的这个分布啊 就是 就是 也很也很反正很很 很奇怪 长的长短的短 对吧 半的半圈 有些的是半圈 有些的是四分之一圈 有些的是三分之二圈 铁技营马术俱乐部啊 迎宾大活动 玩套圈赢报名福利啊 谁啊 谁啊 玩套圈赢铁技营马术俱乐部的课程 咱们报名福利 咱们就是玩游戏 一共你手上有八个圈 就代表着八次机会 嗯哼 中三个呢 咱们这边就有俱乐部的专车 假如我一个都没中呢 那你就没机会来背 然后如果中五个 咱们课程 马术课程 报名费给你打七折 报名费得多少钱呢 这不用写着 明码标件 还会蛮钱的 我这哪给你挣这么多钱呢 咱没钱 还得讲讲价 不是你跟我谈不着 我不管马场那般事 行 整吧来来来 先搞了 我只要脚不越过这条线 不越过这条线 脚不越过 不是以我对你这个 说好了以后咱就不失败了 几天的接触的了解 哥你看一下 你跟我亲兄弟 你肯定要跟我玩这个 是吗表弟 规则不能改了 不改了 快点 过线了 我没过去 你过线了 等一下 哥你打不打完球 你在空中的时候 你接那个 不是 我相信你实际 咱们不玩这些小绕东西 好 开始 好 来 头一中零 来吧 头二中一 头三中二 来 头四中二 中二 行 头五中三 头六中三 好了 头八中三 行 出发保底了 来圈拿走 那个东西给我吗 哪个 这个手册呀啥呢 这个宣传单你可以拿一张 手册不能中三 行行我拍个照行吗 我给你庆祝一下 套圈什么的 那必须的 不行 咱们看一下这个怎么 来咱们上车 师傅 送入马场 小伙子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准备出发了 这个安全带 我一马当先 嘿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精力好福啊 可能昨天晚上睡得太好了 我的天 又不见了 他好像不见了 他会感到在那里 就散尿 他会感到一场 你真心肉 你会变到 你跟我川蜜 你哪怕 你身没有什么 你这么不见 你 你知道吗 你死得了 你刚才 真的 那么换个地方睡觉 当时的状态就是真的很困 就是宝藏3的那一晚上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说一个闹钟 现在是4点 4点25吧 好 你还要闹钟 你还有闹钟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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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眼镜 嘴和我眼镜 我其实拿到书就先随便翻了 那一页上贴着红唇的标志跟青蛙脸上的望远镜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那就只能去找这个望远镜 这两个唇印跟这个望远镜有什么关系 家里反正也没什么人 我觉得如果是本书来书房也真的挺合理 但是没有任何的指向 望远镜 嘴唇意味着什么呢 望远镜 我们去高速找一桌 找一桌亮起来看看 登高远望 望远镜 是这样吗 这 不是个这吧 这是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区域啊 你 你就是小青蛙 小青蛙看着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吗 底下没有对不对 我就不移动你了 哎 但是你正好在青蛙的对面啊 啥也没有啊 没电啊 太阳能 不会吧 那我要带着它去晒太阳 我要拿着它晒太阳 没有太阳 对啊 这就是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不够强啊 难道我要等它充电吗 这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给小青蛙五分钟的时间 我都快有电了 我好热 不会是让我亲你吧 青蛙王子 不会说的是我和这只青蛙的故事吧 根据这个故事本身吧 青蛙王子本身就是一个公主亲吻了小青蛙的故事 然后她那个我们的童话书里也比较明确的用嘴唇的标志标志 这是一个还没有用到的线索 所以就就亲亲试试看吧 公主睡前亲了一下青蛙的额头 青蛙的嘴 这可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要亲一下这个青蛙吗 我拒绝 你们别说这个青蛙长得跟羊笛真的很像 亲一下是会怎么样 太奇怪了 你们别说这个青蛙长得跟羊笛真的很像 亲一下是会怎么样 太奇怪了 你 是 你一定是想寻找宝藏的人吧 是 但是你太过分了 我直接告诉你宝藏在哪里 但我知道有一个人 可以带你找到宝藏 你想知道他是谁吗 想想知道的话 请再亲我一下 你你过分了吧 你 可以了 摸摸 摸摸摸的 呃 可真让人害羞 你还害羞 其实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叫做 袁巴卡的男孩 袁巴卡 但他现在正在被一件烦心事困扰着 你想知道他在哪吗 想知道的话 请再亲我三下 请再亲我三下 我有个疑问 这声音为什么这么像杨迪啊 你们为什么用了一个形象跟声音都很像他的 哎 三下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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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吧 我就告诉你好了 行 他的位置 就在 红木村 23组 20号 不行了 吃不宜吃出发了 哎 先别急着走啊 想知道明天的天气吗 想的话 请再亲我十下 哎呀 先开始研究 哦 动猫棒也拿到之后我就发现他能射出一些红外线的灯嘛 鱼骨头 老鼠 猫爪 猫脚印狗脚印 骨头 那当我对着墙壁设的时候 通过一个远近的移动你会发现他会出来一些图案 然后再转动那个按钮的话图案就会变化有四种不同的图案 我就说哦那肯定跟这个图案相关 找到了 没找到复杂 真的有点复杂 这个电脑感觉应该要用是吗 你研究我我撤了啊 我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能用到的 啊 我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能用到的 啊 我这好像没有什么我能用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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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了吗当 就是解开的声音啊 当 当 你好快啊 你为何解开了 我感觉 你就是解开了 我看到了 怎么之前就解开过 怎么会呢 当 可能会有声音的 你能不能定一下音吗 就是我一直是想选一些小巧便于鞋带 然后信息直观的东西 就在大巴车上 我把那个 抽出来之后 就突然发现背后有资 这张照片的背后有一句话 爱吃一道光如此美妙 然后指引我们想要未来 我觉得它就是说 能够用光去告诉我们 或者指引我们得到一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用手电筒的光去照射了 这个背后 固态中央 然后我正好想到 我们书房的电脑的这个用户头像 就是这张照片 然后就弄这个舞台中央做了密码 然后就弄这个舞台中央做了密码 我现在在同木村文旅驿展前面这条路 这条路好黑好下 等一下 远处那是什么 怎么怎么会有一道光 这个光还忽伤忽伤 这是什么光 好吓人 这个光一直在闪 等一下 那里怎么会有一个人 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 我走过来了 太吓人了 干什么 我该不该离开这里 这个红衣女生是谁 我打开电脑之后 就得到了一段视频 然后视频里面就是 在文旅驿站门口大晚上 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生 在拿手电筒在那照 出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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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下文旅驿站附近 铁技营马术俱乐部 玩套圈赢报名福利 玩套圈赢报名福利 原来这么明显 试一试吧 有圈吗 可以借我吗 你这没有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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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好 快 快 打印机是开的 这手套也很奇怪 实际 难道是耳机里面还有东西 或者就是我还要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还要来这儿 节目同款实景 独家原创密室体验 竟在MCT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名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喵喵 豆猫棒已经拿到之后 我就已经开始把它打开 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图案 有四种不同的图案 然后我一想到 它是个豆猫棒 上面还有喵喵两个字 一定跟猫有关系 我就想村里应该有人养猫 然后我印象中莲花树栈那边就有猫 哈那有只猫吗 这狗啊 那是个猫 猫窝 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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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喵喵嘛 猫 猫 但是没东西啊 依娃子哄 其实我不怕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猫有点嗨 依娃子哄 猫 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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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个地方去思考一下了 你进行马术俱乐部 玩套圈赢报名福利 套圈跟我没关系 套圈我知道谁的了 可以修了这个摊 没圈怎么套呢 没有圈那我也没有办法 必须自己带圈 我正好在这里要思考一下 鱼骨头 属于 老鼠鱼 这是个成语吗 属于 刺骨 属 刺骨 我属于你 太痛苦了 我得再回去研究一下 先走一步 养不养猫 好 鱼刺骨头 老鼠 好 好 好 哦 枕山小院那边有一只猫 这期有很多动物感觉 哎那个枕山小院养了吗 枕山小院的猫 喵喵 我去走一遭 这家我手不养吗 枕山小院到了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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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做贼一样 它狗在哪呢 今天收起来了吗 那不是 磕鸡 太为难我了 哈喽 哈喽 帮我个忙好不好 你们家有没有猫啊 猫窝呢 哦 在这边哈 好 猫 哦猫就 你们家猫就叫喵喵啊 哦 哦 好好好 哪个是喵喵 哦 它就是喵喵 喵喵的窝 喵喵 喵喵 喵喵的窝 喵喵 线索不会在猫里吧 我看一下你肚子下面 喵喵 喵喵 你看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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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没有 这个毯子 喵喵 你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 喵喵 猫 来 马上继续用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玩意儿 看到了图案了 鱼刺 骨头 老鼠 爪子 猫垫的那个毯子 上面有一些 我先看到的是老鼠的图案 我一看 哇 老鼠出现了 就是跟我的四个图案相关嘛 因为平时玩一些密室逃脱什么的 就基本上用图案做 做一些图形 给出一些数字 第一个字 我看一下 出来的第一个是鱼 鱼 鱼是五 小狗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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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鱼 是五 这是个号 哪有说是号 五号 爪子好多啊 这是什么字啊 这是个字啊 好复杂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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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组吧 是不是组 哦组 六组五号 搞定 六组五号 过来了 感觉我到了 谢谢师傅 没有人吗 没有人吗 什么意思 你好 什么意思 哎这儿呢 嗨 有个密码锁 那个时候是发现并没有开门的 也没有 也没有电话更没填台 那我想应该就是要 去到这个里面 但是这个里面 门上挂了一把图曼油漆的锁 数字密码 这个是 啥也没有啊 你应该从哪儿得到这个线索呢 这就是一桶漆啊 这就是一桶漆啊 不过就要用这个圈组成一个数字吧 看到那么把挂门油漆的锁的时候 我就知道可能这个密码是跟我圈上的油漆有关 然后我就相对的做了一些尝试 就是用这个白色油漆的连接处 做一些图形的构笔 这个是 哎 喂 喂 喂 哎 那臭啊 这个程度 密码是什么呢 这个圈又是一个什么呢 圈 圈 圈 哦 带圈的数字吧 带圈的数字有0 6 8 9 从这里面四 是 先四三个0吧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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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0 0 066 不对 068 不对 088 不对 086 不对 080 不对 太多了这个排列 这个排列也有点太多了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呢 呢 优优狐狣 δ狐狣 寂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相关之后其实有几个推理方向 一个是照相跟摄影相关的器材 另一方面就是照片墙 照片墙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 然后跟新姐相关的照片 也没有其他多余的信息 那么只剩下跟马相关的信息了 找马骑驴找马 哎呀天气不错的吗 舞台交给你们了 起床了出来溜个弯 哈哈 溜完弯回去吃晚饭美滋滋 哎呀 一张骑马的照片 这个也不像是在村子里照的样子 看一下公告篮 铁骑马术俱乐部玩套圈赢报名福利 玩套圈 然后就可以有福利 哎呀 没有圈怎么办呢 没有圈没有办法 因为这圈不是我 我是不卖 圈得自带是吧 对得是人家马术俱乐部老板 他们统一发放的 老板你看这个是马术俱乐部里面照的照相吗 哎这马场其实我也没去过 我只见过他们那个老板 嗯 好 谢谢老板 玩套圈 银福利 和马分同流 这个宣传单上呢 是咱们马术俱乐部的这些推荐课程 好 在那个摊位里面发现了报名表呀 套圈相关的活动啊 然后还发现了一个提进营里面的 赛马的成绩信息 玩套圈赢福利 哎呀 没有圈啊 这该去哪儿找啊 这啥呀 这是 马 马 哪儿呢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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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马 回哪堵了一匹马吧 哦 抓马 这上面是一个这是什么 抓马是啥 抓马一日千里 赛场目光随你 这是一只马的名字吗 抓马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名单册子上 那么这只马 最值101班点马 应该也是 一名种子选手 鞋马 是他吗 其实不太像 都没马 不对 都不是都不是他 都不是你 你到底是 马厂为什么要贴这么多小广告呢 马厂为什么要贴这么多小广告呢 白天生意又不好 一直这么下去 还不如关门算了 大哥 什么情况 哎呀 贴这么多小广告真的麻烦了 这是这是马厂贴的贴的贴的小广告吗 是的了 静下环境 又浪贴真的烦死了 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贴这个小广告啊 我不晓得的 你自己看了 好 好 马厂张贴小广告 刚才在看 呃 栏杆上赛马相关的广告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生批每日流动监察港的人 在铲除这个小广告 电话号码 不是 都是马厂放的 又浪费纸张 又污染环境 还没什么用什么的 反正说马厂还要关门了 还是什么生意不好 来了 银行卡密码就是你 是个什么呀 不是 马马的贝不是贝是保加利亚的玫瑰 银行卡密码OC 哦 October Friday 是吧 August Friday October Sunday August Thursday October Wednesday 这个是日期是啥意思 这只马 这只马 到底是哪只 这只马 应该在尽头上 这些估计都不是 时间马 一定 是你了吧 就是你了 小雀班 October Monday 对 跟马相关的只有小麦部了 到了 你好 你好 怎么这么正式 别客气 没事 好 这个册子 赛马活动 马术俱乐部的赛马活动总结手册 在那个摊位里面发现了赛马的成绩信息 总共有三本 分别是应该是8月9月10月的 留下了很多不同时间日期不同马赛马的速度成绩 我需要找的是时间马 时间马下面的小标写的是October Monday October Monday 那就是10月的周一啊 10月的周一 时间马 通过右下角的日期的提示 对应到了三本比赛记录的10月份那一本 那再通过周一的这个数据点 确认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就是时间马的排名是第5名 然后 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32秒 一个是38秒 32 38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名侦探学院第5季 会员plus版 疼疼疼疼 啊好痛好痛 啊对对对对 这边真的痛你 啊好痛好痛 啊你这里有错位啊 这里 啊好好好 来这爬走看看你 背上看看 好的 好 哦不算了 我老爷爷是中医 所以 小时候会就会这按我 哦可以了 他们都说我的手像钱这样 我的手像钱这样 哈哈哈哈 哦哦 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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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 啊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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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哇 还可以了 哇 我的骨头噼里啪啦响了一串 真的舒服了很多 胸口打打开了吧 这也太棒了 行啊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 麻烦你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非常感谢 嗯 哇 直了呀 哇我现在觉得 现在睡一觉是最好的选择 一身轻松 好 整个事整个事 朋友们 然后一进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正常有这个就诊记录 第一张张游 十三岁 白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换散容易打瞌睡 唐恒杰 白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换散容易打瞌睡 唐恒杰 刘果果 十三岁 白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换散容易打瞌睡 林露 十三岁 白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换散容易打瞌睡 哦 是不是长时间打游戏啊看手机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不睡觉熬夜 所以白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换散容易打瞌睡 或许是这个 但是能知道这有这么一个现象在 好 那 重点是医生给我开的这些药是分别 医生给我开的药是分别针对 所以肺 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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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剂 失眠 和这个 老寒腿关节炎的药 除了老寒腿之外其他的毛病我都有 太恐怖了 看看他们 哪些 从名字出发 西咽秋暖 西秋咽暖 我觉得色调是不是 他们的主色调都是绿色 然后橙红色 绿色橙红色 绿色橙红色 如果从颜色出发的话 要找到这个颜色所对应的东西 这个好像没有 那就是如果按照现在墙上正好有对应的这几个图片 这四个图片 这四个图片上面的信息分别是治疗着心脏 胃病 然后关节炎和咽喉的 然后这四个位置正好是我正骨的墙上面贴的四幅海报的位置 我按照这个顺序的话 我按照这个顺序的话 比如说 胃是上面的这个 然后老寒腿是这个 烟炎是这一边 可是 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 我把胃的这个竖过来看 你看 你看 因为它这个贴纸 为什么只有这个贴纸 为什么只有这个贴纸 是横向的放 那是不是要这个样看 这样看能看到什么呢 很奇怪 如果是单纯的看图形的位置变化的话 感觉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去找找找这几个 是不是有哪个场所 或者会出现这几个颜色 出去逛一圈去 长白一下 找一个和这两个颜色 来写的地方 喵喵 喵喵快回来 没有见证的迪哥在逗猫 我走了啊 谢谢你 打扰你睡觉了 他跟我走了 喵喵 回去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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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太多了 走 出来 你看他们的猫跟着走了 你是要把他猫拽回来吗 没事我不用抓了 他们说猫自己会回去 去 那边是什么地儿啊 你去那么远 我刚刚又去远处走了一圈 我也想去 但是 我怎么去 他不让你去 真的没法去 他可能在等你 别等我了 我都要疯了 我看一下这里地图 这个地图是他们旅游景点地图 比较复杂 所以我想 我想要那个房号 房号找谁问啊 都是随便问 是不是 23组的 从那叫玉华山庄 到这儿 一直到那儿全是23组 这一排都是23组 对 因为我昨天是找23组5号 是走到了最头上 23组5号 对 如果你往村口那边走的话 它会有很多 比如说6组还是几组的 有6组 好的 行走 好6组 还是5组 不是 我不知道我找几号 我现在有点怀疑我是不是看错了 你要复制我的东西吗 没有 你的可以逗猫 逗了吗 送我出来的猫 真好 但是我的线索跟狗 跟狗有所关联 给我吓惨了 不可能吧 我今天要加快进度 你去找吧 寻觅一下 我回去穿下外套 我怕一会儿有点冷 回头见 好的 6组5号 还能游哪呢 这是6组21 6组5号 6组18号 越来越小了那边 这是6组17 继续走吗 往那边顺着走 11号那里是 9号 9号 号越来越小了 还往那边走 8号 765 马上出现了 5号 6组5号 有人吗 有人吗 5号 回收废旧 这还有一堆 这么多试卷 感觉 但是这个量不像是一个人的 这就是整个班的卷子都扔在这里了 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量 为什么整个班的同学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这个故事是讲的那种 因为现在村办小学村办的那种学校可能 狮子力量比较薄弱一点 是不是突然这边有个村办小学没有了 还是怎么回事搞不清楚 回收废品 吃垃圾干垃圾的 哇 垃圾分类我知道了 其实这个垃圾分类有口诀的 猪能吃的是湿垃圾 猪不吃的是干垃圾 猪吃了要死的是有害垃圾 没有有害垃圾 这些都是厨余垃圾 果皮 菜 这是其他垃圾 卫生纸 一次性餐具 831 得到一组数字 哇 这是什么 什么药 这里面是 这里面是白塔 哎呀 才看到有手套 现在用眼为师不玩 哦 一次性餐具 一次性餐具 这三个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 这三个是不属于这儿 我只能先这么放着了 让它们再处理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有害液体 出现了三个放不进去的有害垃圾 首先有一个非常清晰是2%的安水 然后剩下两个就完全没有告知我是什么 然后同时又出现塑料盒子上面有四个数字 我觉得这数字一定有关系 因为别的都没有就这几个数字 我就觉得哦 可能这几个都是对我来说有用的一些信息 我打算去周氏养生馆看一看 这也是胶本身站不好 这个地方遮下来不太好 这四个图 这四个图 为什么只有这个贴纸 为什么只有这个贴纸 是横向的放 这也是胶本身站不好还是 这个地方遮下来不是故意为之的吧 我最早看到的时候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的胶不好 道具时间贴太长了 所以才会掉下来 我每一次都在辅证 当它又一次掉下来的时候 我再次去辅证 才发现后面居然有黑色的标记 包我这这么一颗黄色画饼画过的花朵 20号 28号 还进展很快 很快 说不定很快就到了 不定很快 会不会在上面 等会儿19号了 那这就是20号 有人吗 你好 你好 你是圆巴卡小朋友吗 对啊 你好 我叫庞博 你叫我庞哥哥就好了 听说你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对不对 对啊 对 我能帮你解决吗 我想找到它 但只有剪开这个才可以找到它 你可以帮帮我吗 可以的 这是什么呢 请勿拧开 使用前摇一摇 一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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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是你们的妈 小朋友你太酷了 你理我 但是我就有点好奇 为什么只有你在这里 不用不理我吧 这是什么 这个跟这个很长度差不多 前屋拧开使用前一摇一摇 哎 小朋友我好像知道了 这桌子里面有磁铁 就是一些铁穴 只有铁才会这样粘在一起 我看到桌子上写了12345 然后五条这样 因为是这个小瓶子 跟这个桌子结合得到 得到一个数字 小朋友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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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得到一个数字 二跟四 加上那个又有25个书包摆在那里 他们上面书包上也有对应的学号 只有到25号 所以不可能是42 只能是24 我今天跟这些小朋友的教材算是干啥 我来看看 小吴 我们要回家辞职大剧了 小吴啊 我还得再走一趟 我要回家了 待会再过来 我现在在同牧村文旅驿展前面这条路 这条路好黑好虾 等一下 远处那是什么 怎么怎么会有一道光 这个光还忽生忽生 这是什么光 好吓人 这个光一直在闪 等一下 那里怎么会有一个人 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 向我走过来了 太吓人了 这是什么 我刚刚离开这里 我刚刚离开这里 这个手电筒闪的信息一段一段的 而且每一段它的长短还不一样 第一段是一个 短的 短的一下 短长长长长长 短短 这不是摩斯密码吧 我打电影 吗 但是我去到区域才能够 很厉害 看他 就没有人家 你怎么能够 继续 青心果味浓2.0 要不要我们这一轮都投青提薄荷 一人一个 这个策略是对于提出策略的人最有利 因为他会反水 我不会 你会 假设我们五个人结盟了 我们无法判断文涛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来四个人跟我结盟 不存在一支结盟 他们说的话很难相信 文涛投了青提 他们都要独吞 不一定要 我要去投票 曹出盛城用件600度 在这整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 我现在是怀疑他会做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 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这个马术俱乐部里面都是 都是一些 只有一个人 可以获得明天在投票中 多一次投票的机会 不投一票让人愿意心动 万一自己能推出来 为了吸引我们减职了 投票 做一事 多一票都投不出来 岂不是更丢人 我感觉要找到了 争取不出来了 我一看 发现它代表一个东西 就结束了 那这张照片是从这个角度拍摄的 感觉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看看情况 接下去需要找 这是什么意思 藏得真深啊 那个东西 什么情况 我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们两个再给我演一遍吗 回那屋里看看 没灯吗 我害怕 我真害怕 有人吗 大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 我看阿普我困得要死 我看过去我现在越看越困 阿普 嗯 我们要出发了 嗯 新的一期开始了 都可以迷发 好舒服 元气大伤 我也准备睡了 演戏真的很消耗人的精气 什么 有没有发酵 没有发酵 别碰发酵 人家懒得洗的 嘿嘿嘿 在网上 在网上还看到过那种钉 钉马掌的视频吗 网友还有评论 你这样往里面钉那个马不疼吗 然后回复 不疼 他是牛 哈哈哈哈 嘿 齐公子 哎咱们点乖 小时啊 哈哈 帅哥 哎 我们呵护组呵护完了 那咱呵护我们吧 嗯 来 左脚踩点体验 我现在已经可以扶到你了 来 看 一二三 诶好 一二三 哇哦 帅气 一二三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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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就样曼陀斯 随心探案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寻宝总规则 在同目村里 埋藏着六个神秘的宝藏 分别是可以兑换不同宝物数量的兑换券 谁找到就归谁所有 学员们可以利用各自获得的初始道具 和仅供拍照的寻宝手机 去村庄里寻找线索 这些初始道具会指引学员们 一层层揭开宝藏真相 形成推理线 而六条推理线 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残宝地点 请注意 第五季的每个宝藏背后 都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等着学员们去探索 在推理过程中 学员们会不定时触发剧情 在寻宝过程中 推理越深入 故事剧情越完整 学员们寻找宝藏的时间限定为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九点 另外 在此期间 学员们还将进行多个游戏比拼 在游戏中获胜的学员 可以复制其他任意学员的初始道具 道具越多 提示越多 提示越多 则找到宝藏的几率就越大 但请注意 在寻宝过程中 不能故意移动 或藏匿线索提示 如果有人率先找到宝藏 请一定注意保密 因为在明天上午十点 将会进行一次不公开投票 所有人 要投出你们心中认为 找到了宝藏的学员 投票结果一 如果三位或三位以上的学员都投对 那么找到宝藏的学员 就不能拿走宝藏 这次的宝藏 就会累积到下一次 投票结果二 如果大家没有检举出拿宝藏的人 这个人将拿走对应数量的宝物 投票结果三 如果现场出现评票的情况 自由其他四名学员现场商定 最终检举人选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也就是没有人找到宝藏 那么这次的宝藏就会清空 不会累积到下一次 第四个宝藏 学员们将会面临怎样的推理考验 而神秘的童木村 又有什么故事 等着大家去探索呢 寻宝之旅 即刻启程 一周不见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学员们当前持有的道具 寻宝过程中 其次君根据喇叭播放的声音 前往周氏养生馆 获得四合治疗录音中四种病症的药 根据四合药对应墙上贴的四张病症图 且发现病症图后面都有黑点 以及一个黄色图案 石凯在小卖部门口 玩套圈游戏八中三后 获得免费专车接送去马场报名的资格 来到马场后 发现报名室被白色数字密码所锁住 尝试用套圈上的白色痕迹 转化成数字 但未成功 磅礴通过书中贴纸 找到小屋二楼 带望远镜的青蛙雕像 和青蛙轻轻互动后 得到需要去二十三组二十号 找一个叫圆巴卡的小朋友 抵达后 顺利解开圆巴卡给的谜题 并锁定二十四号书包为重要线索 杨迪根据豆猫棒 找到位于整山小院喵喵的窝 将豆猫棒可以打出的四种激光图案 与毯子上同样的四种图案对应 并分别连线后 得到六组五号 抵达后 将散落的垃圾分类 得到塑料碗上写有8、31、22、16 四组数字和三个玻璃屏 文涛用手电筒照射明信片背面 得到舞台中央四个字 并用舞台中央的全拼 打开了书房的电脑 通过观看电脑内的视频 推测视频里 手电筒闪烁的时间长短规律 为摩斯密码 蒲一星将照片上的码 与村里电线杆上贴着的海报对应后 成功锁定时间码 以及10月的星期一 为重要信息 结合马场的赛马活动总结手册 得到重要线索 第五名 以及32秒和38秒 学员们的寻宝之旅 仍在继续 但同目村 却接连浮现奇怪现象 白天精神涣散的学生 垃圾回收站里 大量被丢弃的试卷 深夜惊现的红衣女孩 报名是大门紧闭 且生意不好的马场 这一切又在预示什么呢 宝藏寺终极 精彩继续 来 请来 朋友们 那现在人齐了 我们就进行我们这个复制道具的个人战 在这个游戏中 只有前三名 可以拥有复制道具的机会 这个游戏叫做 清新果味浓2.0 那大家请听好游戏规则 清新果味浓2.0 游戏规则 本轮游戏为考验彼此信任的个人战 学员可自行选择是否结盟 游戏共三轮 每轮各有两个VC战 白桃薄荷战和青蹄薄荷战 其中曼托斯的数量如下 第一轮 白桃薄荷位 两核 青蹄薄荷位 六核 第二轮 白桃薄荷位 八核 青蹄薄荷位 十四核 第三轮 白桃薄荷位 十五核 青蹄薄荷位 二十核 学员们每人拥有三枚 自己的形象贴纸 每轮可以选择一个口味的VC战 进行放置 新管家 会在每轮放置结束后 公开每个VC战中的学员贴纸数 若该VC战中 曼托斯数量 能被战内学员数整除 则战内学员 可平分该站曼托斯 若无法整除 则都无法获得曼托斯 当一个VC战内 尤且仅有两位学员 且该战内曼托斯数量 能被二整除时 两位学员 需要通过平分或独吞的选择 决定如何分配 该VC战内曼托斯 若仅一人选择独吞 则由他拿走 战内全部曼托斯 若两人都选择平分 则两人平分 战内曼托斯 若两人都选择独吞 则都无法获得曼托斯 每轮 每位学员 可根据自己心中 最稳定的联盟 自行分配 所得曼托斯 三轮游戏后 结算每位学员 获得的曼托斯数量 前三名的学员 获得复制 初始道具的权利 若三轮游戏结束后 无法决出前三名 则仍用第三轮曼托斯数量 这个怎么整体作战呢 我们俩分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六个人都投青蹄 我们就确实一人拿到一个 但如果有一个人反水 他就让所有人都拿不到 而且自己会拿到那两个白桃 是 这很狠 要不要我们这一轮都投青蹄薄荷 一人一个 大家都有 等于大家都没有 但有一个反水 那个人就害爆 所以这个策略 是对于提出策略的人最有利 因为他会反水 我不会 你会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也不存在试不试看 你第一轮我爱你来了 我第二轮反水 对啊 这也不存在是不是 我的本性在第三轮变了 大家是一定不可能商量结盟的 因为这是个人战 那我们先走一轮 好 怎么样 好 第一轮的结果对后面的两个会很有影响 你先投之前 你就说你的投哪个 自己口数一遍 那第一轮从磅礴开始 我要投白头 你们现在要不要先看向另一边 我们向右看 我们所有人向右看 他要贴到板上 来 文涛 我投 你投什么 白头 好 你白头 好 我来 青蹄薄荷肯定是 青蹄薄荷 我个白头 白头 你投什么 白头 我现在来公布一下结果 好 这一轮 有一个人可以拿到曼陀斯 谁那么厉害 一个人 其他的五个人暂时没有 这是五比一 拿白头的肯定是 投白头的了 最后投票的答案 有一个人没错 他投了白头的口味 刚刚有几个人 表示自己投的是白头的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三 二 一 哇 所以恭喜文涛这一轮把白头薄荷糖都拿到了自己的这个前面 哎 我就看大家不太敢选两个的超过两个人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反其道而行 请你把它对整齐地摆到你的前面 一轮人品就已经 太贪了 三位现在的心情如何 才两个而已 送给你了 意料之中 如果你现在想品尝的话 可以开心地品尝起来 我兜里还有一个 可以给我吃一粒吗 你给我吃一粒吧 你可以给我吃一粒吗 你可以给我吃一粒吗 味道好吃 果味很浓 第二轮 真正到大家看 这个数量也增加了 我们的白桃薄荷味有八个 青蹄薄荷味有十四个 你们需不需要先讨论一下呀大家 讨论我不知道跟谁讨论 两个人搞十四也很难 十四只能两个人 对对对 只能两个人 没有别的人 十四只有或一个人 那哪两个人去十四不可能呢 你们愿意让我吗 我觉得我可能三轮投完一个都没有 哦我想到了 怎么样你想干什么 哈哈哈 就现在文涛是最多的 对对吧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的策略是 我们四个人投白桃 剩一个人投薄荷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策略告诉文涛 文涛最好的策略就是 他一定会投薄荷 是啊对不对 是啊 不一定哦 我去你们那边 我们五个人一样拿不到 我有两个剩下一个人拿十四个 我还是第二名 还有只有第三文了 我只要保证我是前三就行 我没有必要拿第一 对不对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五人结盟 那那谁谁去青蹄波 都可以这个无所谓 只要只要只要 只要我们信任他就行 信任谁谁值得信任 你们觉得我值得信任吗 你值得信任 我真的算值得信任 我觉得你可以 说一不二的 可以说不给就不给 说给就给 那我就去青蹄波和了 那如果文涛投了青蹄 文涛投了青蹄 文涛投了青蹄 他就他们都要独吞 他们都要独吞 他们都要独吞 他们都选择独吞的话 直接留了 对 就没了 我觉得刚才那个是唯一有执行必要的策略了 如果我们按文 按那个小普说的五个人结盟 然后带着二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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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的 就是只有一个人是零的 结果进到最后那轮 那我们五 我们那五个人还是没有办法 拿出一个分不均 因为 结论 不换寡而换不均 我觉得可以来四个人跟我结盟 如何知道 我没有听错吧 我拉四个人 因为我五个人 然后有三个人去白桃 两个人留在薄荷 对吧 如果我们达成一致 并且让第六个人相信 他必然要去白桃 因为他不可能跑青蹄 这自己一个都拿不到 我跟你 杨迪上一秒刚说信任你 杨迪就是作为盟友很好 但是哪一个盟不一定 这是一定是场上的大多数人 算计一个人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盟在第三轮留不住 联盟就是我们最好是利益共同体 是分不云 就很难形成一个联盟的基础 对这个盟本身就是 这个盟在第三轮留不住 那个小凯刚才两个哥哥哪个人说动了你 都说不动了 就是说不准 我是没有办法十足的相信别人的 因为哥哥们都坏得很 那这一轮讨论就到这里了 我准备开始进行这个 让大家投了 得票吧 好庞博已经想投十多次了 来庞博上 来吧 好了 好 我可能是零收场我觉得 来杨帝 投啥 这 这 这是哪 投了 反正投了 原来是这儿 而我投的是那儿呢 好 文涛 投到哪里 投到哪里 清体 OK 剩下三位 白桃 清体 谢谢 来 现在跟大家公布结果 首先 这一轮 有人获得吗 有 但是目前不好说 只能说在获得的路上 因为有两个人触发了我们的机制 是 他们俩都去了白桃 对 其他的四个人 因为我们这个数量是十字不能评分 所以就很愉快 都餐了 大家 那么来 我们看 现在触发机制的是小齐和阿普 厉害厉害 来吧 真的贪 太贪了 别贪了 真别贪 小齐和阿普 请就位 请你们背靠背站立 我们要独坤 就那个就拿走了 肯定是评分 肯定评分了 评分 我是说真的评分 真的评分 真的评分的话 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那个 真评分 442 对啊 真评分 就是单次囚图困境的话 一定都选独吞 但是 在这个漫长的游戏过程当中 还有无数次的博弈等待着我们 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赢头小力 破坏了我们今天的信任 好不好 一起评分吧 我们选择帕雷托队最优 帕雷托队最优 好 好 来啊 背靠背 我说三二一两个人把手往上举 8个就稳了 8个就稳了 4个不稳 4个真的不稳 待会15个大家一评分 你们就是后面的 8个稳了 8个拿了 8个绝对稳了 8个就稳了 8个就稳了 4个不稳 8个稳了 8个拿了 8个绝对稳了 好 我们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3 2 1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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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人 三二一请回头 那你们俩下 就好就直接评分 好 来 来 来 给你给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兄弟兄弟们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分给大家 帕雷托队最优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不管我们哪一方想博一下 都不如直接一人拿四个 是最保险最安全的 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要独吞 当时想的一定是平均的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求徒困境 经济学上面的一个模型 如果这个就是结束之后 大家拟走你的眼光 到我走我的中午桥 永不相见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极限情况下 两个人一定都会选独吞 但是对于整个 集体的收益是最低的 所以什么时候选择集体收益最高呢 那就是帕雷托 帕雷托最优 就是一个集体利益最高 和一个个人利益最高的一个区别 厉害厉害厉害 马上来到第三轮 好 开始了 大家请看第三轮 白桃薄荷味15盒 青蹄薄荷味20盒 这是一个绝佳绝佳的翻盘机会 所以现在依然给你们一点时间 进行一点点的讨论 三个有曼陀斯的人可以自行结盟了 我们仨如果结盟可以 无敌 对啊 他们就赢定了 来吧 但其实是这样的文韬是这样的 你们三个结盟了之后 最容易被甩下的是你 因为你赏 就是不是我们在我们在想一个最稳的吗 就是我既然要接受这个联盟我要承担后果 如果对如果要结盟我们肯定是有一些现在的和协议的 就是一定要保我联盟内部 你们做不到你们三个人控制不了 肯定可以的一个一个一个人去左边两个人去右边 是啊 可以名牌打了我觉得 我们只要最后分界一定必胜 我提一种可能性 我们三个我们三个如果我跟史凯还有杨迪结盟 我们三个无论谁拿到我们都给一个人对推选一个门你们就会有人落 你们就会有人掉队 完全赞同 那他们要这么干我们就不是很稳了 我们就要让你们内斗 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 我们最后拿到以后推选一个人为盟主才全决定 然后就把所有的都给他 把这三个一起下去一个 来啊好 现在感觉每一阵营都有自己的这个初步的这个打算了啊 具体的走向这一轮会是怎么样的 想好就来投票朋友们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还要结盟吗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具体怎么投 不让他们知道 还好你这样想吧 三人阵营线索结盟吗 我们稳拿两个吧 那有什么亏的呢 我们过去直接商量了头 好吧 哪哪个更稳一点呢 你就是想预判他们的预判是一个意思吧 很难 我们其实现在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我们要达到就是让他们都拿不到 就他们 我们要让他们都拿不到 不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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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如果想要这样的话 对肯定是要想 因为他们可以把那个东西 记住到一个人 你现在最多的就是能想的就是 我们自己如何达到最大数 如果一二的话 他们他们哪怕去到那儿 我们也能拿到就是 我们最起码有两个人 一定是能够在前面 我们要拿到的并不是说 让我们三个能够成功的全部成为前三名 而是说我们的总数能够占优势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尽可能多的线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有一个最安稳的方式 就是白桃这边放一个的话 那如果说白桃这边来了一个人 剩下的两个人去了对面的话 那对面的两个人一个人拿五个 但如果白桃这边来了两个人的话 白桃这边呢就也能一个人拿五个 这是在有两边都不爆掉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只要能再拿五个 我们的总数肯定会比他们的更具占优势 我们只要平均分到两个人身上 第三个人手里没有的话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线索共享给他就好 就是一二是一定能保两个 对吧 是这个吧 那就这个 那就这样 OK 如果他们是一二 我们叫二一 对 一个一个头 一个一个头 对啊 你们这样 因为后面压力好大 万一你们里面有人要倒戈呢 对啊 对哦 动态博弈开始了 文涛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子 好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五人结盟 对头文涛 OK了吗文涛 OK 好 好 来 好 那我们开始了 我们都三个白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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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确实有平分的情况出现这一轮 哇塞 轻梯爆了 这还能平分 轻梯爆了 结果如下 大家请看 所以想得差不多 所以现在场上的局面就是 一轮 是 淘白淘薄荷味的文涛 杨迪和史凯来评分这15个 把他们挤下去了 完了 上当了 落进去了 文涛啊 文涛 我俩没了 你俩商量半天自己想没了 文涛啊 文涛 就是我们最起码有两个人 一定是能够在前面 一定能保两个人 对吧 那就这个 他们一共是10个 天呐 你要把谁拱上来 太恐怖了吧 还有这一招 他拱不动啊 我们有10个 怎么也能把一个人顶上去 你上一个人 然后线索评分 我们能的 我们可以21 可以我们保两个吧 可以啊 我们我们保两个没问题 我们就保两个吧 我们就保两个呀 然后拿两条线索 然后分享一下呗 绑两个吗 绑两个 绑两个 他们可以绑两个 然后我们就只能把所有的都给一个人 你们现在分配一下吧 好 没问题 套哥你想看哪一个线索 你直接说吧 但他们线索共享了 就共享呗 我们也可以共享呗 大家的线索不是一样多吗 这样啊 因为现在很明显了 小琪跟阿浦肯定获得了复制道队的机会 那么现在就看杨迪彭博和小凯 你们怎么决定 你们 我给你了 然后我再跟博哥一人一个 咱们至少手上还留个一个 咱们气势不一样 什么玩意 不是 我们就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来啊 来来来 我们两个参选 参选 参选 给你了 那你再留两个 一个给博哥 你给我一个 你现在都给他好不好 这是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显示一种一种团魂 好 所以那这一轮获得复制道具机会的就是 小凯阿浦和小琪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其实中间会有很多思考和博弈 去预判别人 首先这个是静态博弈 就是大家的决定虽然是有先后的 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们做的决定是什么 分析上是很大的 而且是很难得出缺席的结论 本身这个游戏要结盟难度就很大 因为你一定要把全局的所有的投票情况都计算到 好 来 小琪你要什么 我要多吗 我要多吗 我要那个什么 画策 小凯你要什么 那哪个哥你说 相框 你呢 相框一票 我都行 我都行 那就相框你 那就相框 你竟然这么有抉择 好 小凯要相框 那么我们这一轮复制道具游戏结束了 接下来大家吃晚饭 吃完晚饭之后 你们就可以出去推理了 好吧 蛋饭 来了 我们今天吃烤肉 烧烤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那么就开始吧 BBQ 来吧 BBQ 上手吧 这个油是这个对不对 对 它刷的 它们开火了 开了吧 没有 它是这样的 拧这个完就按一下 那边有个什么按钮 下边 下边 牛排搞起来 我们不如直接来一个吧 直接吃一个吧 没事 你就先做 可以 我挑战一下 你挑战一下 小凯特 对 你就直接吃那个吧 杨迪要不要搞一个 哪个 这个串 来 能吃了吗 拿一个拿一个 能吃了 你今天不用摸到那边 就站这吃完 学校小贩的 出门了 吃完就各自撤 对 谁撤好了谁就可以出发 真的可以撤了 要去马场的 小凯已经出发了 说走就走 哥 你要吗 我不用 我们拿走 带点粮食出门 有一种要今天晚上在那过的感觉 说不定他那条最顺 因为别的人都没有 面食爱好者我这是 走吧 祝您好运 我要再次穿上我的羽绒服 继续出门 首先我从医生拿到了四盒药 对照到了墙上的四个人体器官的图片 在图片的背面又发现了黑色的标记 同时在图片中间又发现了一个黄色的花瓣或者星星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把它有效的串联在一起 所以拔剑四顾兴茫然 我又回来看一看啊 没事 您忙您的 这都是个什么东西 这很像花瓣 第一个是你的胃片 第二个心脏 第三个 咽咽 第四个腿 我的四盒药到现在还没有使用过 所以这个黑点应该要结合还是四盒药来想 可是四盒药 看一下药的标签上面还有哪些东西 秋水仙剪片 难不成我要把这个药片 依次的按照它这个摆放方式抠开 然后剩下的 在发现几个黑色标点之后呢 我又再一次把药盒拿出来看一下 发现每一盒药里面都放了一板药 然后这一板药的个数和位置的排列组合 正好能和所有的黑色标点对应到一起 因为它是按照三数列来组成的嘛 要抠的是中间三个 这是应该是D 然后这边是中间的 这个是R 然后这边是头上的两个 这是A 然后这边是W 那分别得到的就是DRAW DRAW 那就是画室 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去看到的那个画室 哇 是我们的画像 但是感觉现在和我的线索还没有什么关联 好 好 猩猩 我给你这个大骗子 啊 就在中午吃吃饭的时候咋说的好睡觉 早点睡觉 咋说的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不就得先卷吗 是 你去哪里啊 我去马场我去哪 你真的要去马场 我真真马场 你怎么去 我有车 坐车去是吗 我去这边 拜拜 就此别过 就 不犹豫不纠结 20号 白天来过晚上再来一次 小朋友我要来了 不要吓到你 是我 突然有人敲门可能会有点吓人 是我是我 没有吓到你吧 因为刚刚我们推到这个是24了 我就直接去拿24号的包包了 吃饭了不 好 吃饭就行 稍微有点晚了我尽量不多耽误你的时间 咱们就早点回家休息可以吧 然后我也会阻止其他的哥哥拿这条线索的 好冷啊你冷不冷 冷不冷你手跟我手摸一摸好不好 可以不 你冷不 他比我暖和就行了 我怕冻着他 到这边来弄 这个里面24号小朋友 他有一本语文教材 有四张卷子 还有一个草稿本 这个草稿本 什么东西 前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最后一页 只有最后一页写了字 是两个小朋友的对话 好久没有去踢球了好想去玩啊 那我们下课去踢球好吗 然后另一个小朋友说我也好想去 但是不行 我待会还要去补课 那你也太不行了 这都要补 对我能怎么办呢 但还是没有这堂课无聊 对无聊暴了 真是不懂我妈 为什么这门课都要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学的 听得我快困死了 我一定要逃走 我不要去补课 有个小朋友逃走了 原班卡 我问你个问题呗 这是你跟这个 背24号书包的小朋友 上课传的纸条 是不是 是吗 可以告诉哥哥吗 你如果不想告诉哥哥 可以告诉叔叔吗 是吗 朋友太酷了不理我 看得出来这小朋友真的 上课很无聊 画了很多画 信息突然有点多呀 语文 数学 生物 地理 而这本语文课本里面 有一样折了脚 是马之远的天剑沙丘丝 酷藤老鼠婚鸭 小乔溜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乡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但是基本上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他们在上语文课 然后正好学到这首诗的时候 他觉得很无聊 所以会在卷子上画画 这张语文卷子上画的天剑沙丘丝里边 包括了天剑沙丘丝里所有的异象们 哭疼 孤藤老鼠婚鸭小乔 流水人家 武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里面唯一没有的是小乔 孩子去小乔那里 哥哥你解开了吗 哥哥你解开了吗 我解开了呀 我觉得他 他也很想跟你一起踢球 但他觉得上课太无聊了 他就觉得先不听了 他逃走了 他应该是逃到了小乔那边 对不对 那你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可以我们去找他吧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走 这位24号小朋友 我们怎么称呼他呀 这就是猪肝洞 我们去那边 或者这边就有座桥 我们去看看 你害怕不 不害怕 你不害怕 哥哥有点害怕 哎 哎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 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旧样曼陀斯 随心探案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名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先走吗 师傅 可以走 马场啊 嗯 好 ok 小伙子请洗好安全带 我们要出发了 火力也开啊 发现了每一次上车 师傅都会说一句 请洗好安全带 当时我没有特别在意 小伙子请洗好安全带 我们准备出发了 小伙子请洗好安全带 我们要出发了 发现了在安全带上有三个 三个颜色 分别是蓝 蓝成紫 我发现了我的圈上刚好有这三个颜色 铁晋营俱乐部的身上有一把 涂满白漆的锁 那我想这时候应该是 跟这三个颜色的圈上面的白漆 应该是相关的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 应该从哪三个 破捞圈入手 刚刚在车上得到一个 陈蓝紫的一个信息 这个应该代表的是它的数字吧 我觉得 这个是 一个 两个 哎 蓝圈就是一 黄圈就是二 对吧 二 二 二 一 三个二 一个一 七 二 一 七二一 等一会儿 呃 蓝 橙子 一 一二 七 那就是 七二一 七二二 二七一 二一七 一二七 一七二 不对吗 三个圆呢 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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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这三个白的加起来是一整圈啊 一刚好一整个白圈 哦 感觉有被侮辱到 不会是 不会是 还人一圈 一圈为 三百六十度 这不会开了吧 嗯 嗯 在车上发现了带有指定性颜色的圈以后 进行了重叠法的尝试 形成了一个 三个圈变为一个圈 后来就尝试了最简单的圆的度数 三百六十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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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恐怖的那种吧 你搜学곳吗 多连一起光楼 有人吗 大哥 大哥 没灯吗 你们进来啊 你们不进来我就不进去了 你跟我一起进去 我害怕 我真害怕 我拿个棍子去 这不是吗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好 我是马场的牛经理 你干什么 报名 灯坏了我来修灯子 你要在这儿待多久 老师好 我是过来报名的 给你拖地来了 我这马上要关了 走了之后赶紧给我关灯 然后把门都坐好 卫生给你打扫干净了 好 这个地方不是马术俱乐部吗 感觉这里像一个补习班 这是什么 王俊 王俊 不想读书 这孩子不想冤上课 我记得他的那个传单好像不是这样的 抱两颗送一颗 这其实是一个很亏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老学员交两百 抵五百 新用户抢九点九代清卷 抵一百元 只在晚上十点到八点到十点一夜 这个不是骑马训练营吗 对面 这难道说是一个五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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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那个手电筒的那个光是应该是有信息的 它是明显的有亮的长短的区别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 你不是应该去枕山小院吗 对 哦不是早就去完了那边 啊你又换你要你指向另外一个地方 对 你这你进展神速呀 好不好推啊 你要是不好推我都不推 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可以感受一下 嗯 嗯 嗯 好 我可以 走了我 嗯 拜拜 拜拜 短 长 短 短 长 短 短 长 长 短 长 长 短 长 短 第一个短 是1 短 长 短 是2 短 长 长 是J 短 短 是啥 哎 耳机 到处贴这么多广告 烦死了 白天又没什么生意 一直这样 还不如关了算了 贴这么多广告有什么用吗 你怎么了 朋友 撕不下来 粘得还挺老 需要用什么撕才好撕 用这个铲子 鞋好不好 只有脚知道 我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这是哪里的广告 你在说啥 我在说这个广告是 我都看不出来 它是卖鞋还是卖马 你问他 很多到处都是 我知道 贴满了都 撕一天了 你倒是撕呀 我回去拿点东西再撕 麻烦死了 这个肯定是跟无锡那张骑马的照片有关系 我走不通了 我再来 也不容易 铲半天也不撕 6组5号 得到一组数字 那些数字不可能是莫名出现的吧 我是在垃圾回收站的一些塑料壳子上面看到了这些数字 还有放不进去的有害垃圾 这数字是干嘛的呢 8 22 16 31 这个是什么规律 这是什么东西 我看漏了什么吗 但就没有什么提示了 你看这些数字又回来了 这组数字肯定有用 我不会又要把它回收一遍吧 太累了吧 我先研究一下 这个留给后来者 这能用吗 肯定不能用 错过了什么 这里是有什么东西呢 各种各样的作业版 语文化学生物都有 衣服有 我去趟站台 那个公示牌 公告牌 我刚看那个图片看到公告牌上有些药瓶的显示 那上面有写垃圾分类的事 有希望 有希望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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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容 垃圾分类 有害垃圾那个桶不在啊 没有看到有害垃圾的桶啊 有害垃圾的桶是红色的 你看这个2%安水 我去公告栏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5个有害物质嘛 我发现上面很多 我基本上都是不认识的 安水我大概知道就是味道很刺鼻 但是我也不知道去哪找 我唯一认识的就是绿化钠嘛 我觉得哇绿化钠 绿化钠就是盐 那我们那有盐 厨房就有盐 不会在厨房吧 盐里面吧 感觉已经很接近了 是不是要找到了 不知道啊 你们看我们家门口 快看 谁帮 谁能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走 走 谁家的狗 嘿 狗 为什么现在狗能到家门口了 回都回不去了 好嗨啊 哎走了走了 好了好了 啊 盐吧里面啊 盐 盐在这儿 不会我找到了吧 手都在发抖 也不是没有啊 我到底哪一步错了 画是我们的画像 现在在我们前面 在前面得到的所有已知信息当中 还有一个信息是现在完全没有用过的 就是那朵黄色的小花 而那朵黄色的小花的形状 有点像切开的这个杨桃 那这个杨桃的指向性应该是 就现在杨桃摆放的方向 要不是朝向入门的门口 要不然就是朝向伯格这张照片 然后我认为它方向的作用 应该是和墙上的照片是有关联的 墙上的照片 分别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拍摄 这些视角当中是不是有哪些信息 杨桃如果指向的是这幅画 那我就要来看的是伯格的视角 然后在伯格这个视角当中 好像没有伯格这个视角的照片 好像没有伯格这个视角的照片 先去一下 伯格这个视角的是肯定没有的 如果我按照这个视角来 那这张照片是从这个角度拍摄的 伯格的照片 你害怕不 我害怕 你不害怕 哥哥有点害怕 你不害怕 慢点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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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好 你们是同学对不对 你们长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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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releory 荃荷袍 比不 二 七 四 七 六 jadi 不是 为什么 大半天发生了一个 吓死我了 我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两个再给我演一遍吗 走了 我的线索走了自己 为什么 等一下断了呀关键是 他俩啥也没给我留下 留下了一套奇妙的手势 你拍一我拍一 你拍一我拍一是什么 我想回那屋里看看 再上去看看 太吓人了 如果他们两个现在在屋里 我就会被吓死 我只要是想进来一个亮点的地方缓缓 刚刚那一幕太吓人了 青蛙让我来问 圆巴卡小朋友 解决他的困难 但是我现在所有信息的 线索都断了 我觉得他刚刚一直靠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包吧 你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不是消失了吗 发生了什么 你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我是不是 我先向你道歉 我不是那个什么 我就是在找线索 所以打开了你的包 然后我也看过 可不可以解开了吗 你解开了吗 还没有 刚刚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找你的兄弟吗 可以现在再带我去找他吗 所以你又要去找他 我们 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好的 我们去找 现在我已经被震撼到了 这是信条吗 为什么这事情又发生了一遍 我们去小桥这里找他 我看到你的兄弟了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走了 这些人 我 我 这是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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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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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里面的各种要素 双胞胎兄弟 面对面的表演 击掌 四次 摆出了一个一支手带 搭在一起 说我们走了 应该有规律的摇摆 什么东西 什么那是 那是什么 什么到底是 他们走了 我们走了 这是什么 奇怪的舞蹈 这是什么 我不能接受 我的天 等一下 我们再回溯一下 我从初始到剧童话书青蛙王子 青蛙王子的故事是要亲这个青蛙 而且上面有红嘴唇的印 所以就是要亲这个雕像 亲完了之后 他也确实给了我答案 摸摸 原巴卡正在被一件烦心事困扰 雕像跟我说 原巴卡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到了之后 找到原巴卡 上来先是一个磁体 得到一个24 房间里有25个背包 理所应当 问题在24号背包里 背包里有一本书 一本草稿本四张卷子 草稿本上写了 这位草稿本的主人的小朋友 由于上课太无聊 跑了 跑到哪去了呢 不知道 书的折角是 马之远的天津沙丘斯 语文卷子上正好画了 马之远天津沙丘斯里 几乎所有的异象 除了小乔 那么最一定是小乔 所以原巴卡的问题就是 他不知道他这个小朋友 他的兄弟去了哪里 然后我就带着原巴卡 去了小桥 然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他们两个是外星人 然后他们两个走了 我这是第几步啊 不会到最后一步了吧 感觉这像一个补习班啊 把灯光打开了以后 发现这就是一些 布局有点像一个补习班的 一个地方 然后另一边的窗帘拉开 发现了一个 居家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沙发书架一些东西 这上面有一些蓝条 这什么意思 这个蓝条 是什么意思 嗯 哇 这个咱这个轮桃的硬着呢 哎是不是要把这个放上去 看见了一个陈衣杆 是不是要把这个勾上去啊 画上去的费了九牛二伏之力 发现它形成了一个像三角形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时候我发现了窗帘上面也有 在书柜上面也有 甚至是画上面也有 我当时觉得可能是要把这个蓝色处给连接起来吧 啊 不过是要把这几幅画挂上去了 啊 懂了 先把蓝线对起来试一试 有一些在条纹的时候 你要把它 拿着 然后把它摆到对应的地方 是不是 这需要让盘谷 就这么在那里 嗯 不叫 1回来 3回来 5回来 3回目 2回来 1回来 4回来 这又是个啥 我拍这个3D立体图形吗 看着像一个3D图的一个平面图 我用纸把它画出来 它要画出一个3D感 是一个屋檐 可以的东西 这不就是一个房子吗 我也通过我的平面构图的绘画能力画出了这个模型 但是发现它有点像一个房子 我把你给你打了 我把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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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108 因为这个论坛这个帖子的楼主的名字叫做pd108 那试试下 pd108 总是 哦 我没有说 你也不想做 看什么 你不想做 作试试 我快点 里面 这东西 你不想做 又不想做 在这盆 汤 你美味 你那个 哪里会信号比较好吗 杂音太大 会真转 杂音太大 杂音太大 会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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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模模糊糊听到一个老师在教小孩子 一个古文的音频 我听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感觉 题目叫未真转 桌里面有四本书 所以我觉得 既然耳机里面音频提到了文学作品 那我可能需要在这里面去找 说唐转 这里面就没有这个人 不会让我回 回家去找那个书柜的书吧 真转 我没想到 有点 我听到了 为重 为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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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重好是一个 好人 好人 行我去再瞅瞅了 回书房找了 8是癢 16是瘤 养柳 养柳 太 养柳太 谁是养柳太 养柳太 再带了 8 16 22 31 77 加在一起 77 77 1 一 一 当我找了癢 发现癢里面没有保障兑换券之后 我就突然觉得 那我另外4个我找什么找啊 那另外4个不可能出现在小屋里吗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突然想有4组那个数字 分别是8 31 22 和16 这个数字一定是人为写的一定有用 然后我把它相加以后得到一个数字是77 得到77 我发现77对应那个元素周期表就是1这个元素 金字旁的一个1伏的1 对应一个1帽间 3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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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其实没有太多安排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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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线的 5号 为 3238 这些数字信息去推一下 哎 二楼开了 二楼开门了 那一定得开一下 昨天还是关门呢 昨天关门 而且 来了 重要的东西来了 很可能真的是跟我有关系 好 好 好 这上面写的是温馨警示 以下商家晚间耗电量过高 请注意节约用电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铁记银马术俱乐部超出正常用电600多 莲域民宿超出正常用电300多 风银鼓超出正常用电230多 莲花书镇卡拉OK超出正常用电210多 小卖部超出正常用电120多 你要实践卡拉OK就是这儿了吗 铁记银是最高的600多 这可能是相关的 这可能是跟我铁记银的线索是相关的 铁记银晚间赛马 白天我们知道马场的 马场的生意其实是很不好的 到处装贴小广告 而且马场的生意也不好 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用电情况可以看到 马场的晚间用电量是很高的 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异常用电状况 会反映一个区域是否在经营违法犯罪行为 违法犯罪行为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异常用电的 我现在是怀疑它会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推论吧 5 5 3 2 3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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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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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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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OK 还真是卡拉OK 右下角有一个 有一个叫卡拉的人 有一个叫卡拉的人 有一个OK 各位玩家请注意 8点半将在莲花书站院子里 开放站点游戏 游戏成功的奖励是 如果宝藏4有玩家寻宝成功 那么此次站点游戏的获胜者 将在明早的投票中 获得多一票的投票权 站点开放30分钟 请心动的玩家 准时前往任务地点 可以多投一票吗 哇 多投一票让人有点心动 多一票都投不出来 岂不是更丢人 什么 他晚上还要做 投两票 行 去整一下吧 投票 去看看吧 为了吸引我们去剪职了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任务点来了三位朋友 他们都不来 他们随时来 因为不管谁来之后 我们总共这个环节只有半小时 他们如果才5分钟的时候来 他们就只有5分钟 对 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人 可以获得明天在投票中 多一次投票的机会 所以你们仨就只能选一个人 谁能最短的时间把这个魔方还原 就是把它还原成一个立方体 计时开始 他们红绿是一样 这是绿吗 这是黄红绿 黄 不耽误 我跟你说 他应该有很多方式 应该是吧 他们应该有很多方式 他们都可以加教他们 虽然可以 понятно 他们引着 这个方式 背 Ν 这是 请坐这位朋友 因为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就不能再说游戏规则了 请你自己悟一下 朋友 好 这你不是跑我活吗 磅礴 我都是自己人 对 这你不怎么走的 给我看看 对 我这个 没人来我去那边玩会行吗 来呀 解出来算我的 对 要站也太冷了 给 哈哈哈哈 你这个越来越 冒出来那一根太长了吧 他这个就是永远觉得快快成功了 但好像又不太行 就是到最后那几步的时候感觉 你觉得来成了成了成了 对 因为有几个特别复杂的 就拧巴的那几个 成了吗 没成 空了一个格 他终于要空了一个格 他终于要空了一个格 杨鼎怎么还在出现空台物价的情况呢 扰乱军心 我真的不想搞了 开始了 马上结束了 就是要干嘛 请问 不能再说规则了 自己误一下 华原 你们太过分了 还有18分钟 不着急 现在没人完成 我们在这拼这个 文涛已经把东西给拿了 非常有可能 他都不来 一定进展非常快 我拼完了 谁 我 真的吗 打麻将一样 厉害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真是 他在这拼的 其实应该在旁边拼几个人 塞进去 恭喜庞博明天获得又多一票的这个投票的机会 牛啊 大哥我最近屁股都没做热 加油 你高啊 你一会分享给我们一下行吧 怎么拼一个一样的长方 就是我先蒙出来了一个这个 我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红色跟黄色完全对称的积木 就是红色八块跟黄色的八块都是各有一个形状一样的两个 应该是红色跟黄色可以各拼成两个二乘四乘四的长方体 然后把它们两个组成一个立方体 然后我就在只用一个颜色的再拼 拼的时候我发现 其中有四块可以拼成一个更小的长条 就是一个二乘二乘四的长方体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巧合吧 我就拿剩下的四块在那比划 发现能拼出来 然后再拿好色的素颜 有有有有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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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收摊了朋友们 我感觉要找到了 我争取不出来了 我一看 发现它代表一个东西就结束了 那这张照片是从这个角度拍摄的 感觉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看看情况 接下去需要找 这是什么意思 藏的针线啊 那个东西 这是什么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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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像 你很像 我看了 我看了 你很像 你很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永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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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 My best friend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旧样曼陀斯 随心探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第五首歌 好 确定了 第五首歌是爱之初体验 爱之初体验 来嘛 爱之初 那就是这首歌 他有时间呢 先找到了卡拉OK 然后发现那个单子上的歌名啊什么 其实能跟之前的猜想对应 就是5号对应的就是排行榜上第五首歌 然后32秒38秒就对应的是时间 就可能32 38对应的是歌词啊什么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如果是32秒到38秒 就是把你的相片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这是我的相片 那我就是无心 我就是心姐 我现在回去了 把无心的照片还给他 把你的相片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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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相片还给我 把你的相片还给我 但是我明明记得我的相片有一个相框呀 那么这个相框去哪里了 快点跑 谢谢你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谢谢你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我送给你一个我的摄影作品 嘿嘿嘿 谢谢欣姐的嘿嘿嘿 谢谢欣姐 加油了 好 好 谢谢欣姐 冲冲冲 走走走走 嘿嘿嘿 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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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我得到的这是啥 再看看这视频 这段人类历史上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外星人并且与他接触产生文字的记载 他们这个动作里最奇怪的就是中间这样的那一把 这是在干嘛 他这个一套动作里边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东西 假设我是最后一步 他最后一定要指向一个明确的东西或者一项地点 至少是很具体的东西 这套动作完全一样 会不会是镜子 我们的动作是镜子 我们的动作是镜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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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房间看看吧 这个小屋 正好也许没人 是镜子吗 你是困的还是怎么了 我是困的 就是你感觉你眼睛特别有点不舒服 对 上个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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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可以进来的吗 这也太恐怖了 这是个单面镜 我在哪里啊 我为什么发现了隐藏地点 我也没有见过宝藏长什么样 我在想它到底能放在什么位置 我就到处摸了半天 而且很忐忑 你在这个里面是很慌张的 你随时都有可能进来 然后你就被堵在一个死角里 这太恐怖了 一定在房间里抹面镜子 hvis你是这么快 我现在进去 一些情关我就有远啊 你认为我真心 我有快乐和纪会的家 你在干嘛 我在上厕所 吓我一跳 我也胆子很小了 我真的是很容易 我真的胆子很小了 我过去就帮 那个谁 文涛找到一本书 太逗了 他在书房嘛 我就坐在那没事干 我就在看书架 我一走过去 我说诶 大唐名相 未争专 就在这么厚 魏珍传 大唐明相魏珍传 这是你要的书吗 魏珍 你看 我看你看出个什么花来 肯定是它 你刚翻没翻到是吧 还是翻到了幻珍传 我知道那有本魏珍传 我来的之后就看到过 你在干嘛 你要去哪 我不知道 我在看我的证据 能指向哪里 你要翻翻里面的书吗 有很多什么中学生 我刚看了 因为也没有东西指向书 大唐明相魏珍传 一定是镜子 魏珍就是一面镜子 我走啦 他们的动作是镜像的 大唐明相魏珍传 与人为镜就是魏珍 哪里还有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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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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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个褶吧 这是吗 这是 吓一跳 你刚刚怎么没去玩游戏 我们五个都在 对 我们五个都在 我们五个当时决定 无论谁拿到两票先投你 投谁 门桃吗 闭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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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找到之前 我会反复的怀疑自己 比如是不是这面镜子 是不是那面镜子 是不是还有我没有找到的镜子 但我知道衣帽间 镜子后面有一个暗示 所以 它的嫌疑确实最大 都推到最后一步了 还是没有啊 非常的不甘心啊 这已经推到非常接近了 已经被人拿走了 当我摸到胶条的时候 我就觉得局面当时跟第三个宝藏很像 就是很快就有人拿走了 然后 当我摸到胶条的时候 是否被人拿走了 我能睡觉的吗 我感觉被人拿走了 文涛或者小平 现在也是 梁蒂不像 现在还有个机会是把他投出来 恭喜庞博 明天获得又多一票的这个投票的机会 牛啊 如果已经被人拿走了 就得回去看一看到底是被谁拿走 也太快了 十点都不到 有人吗 什么声音 你在干啥 你在换个包 背个大包比较好出门 好 喂 谁在这边 小凯和小琪不在 不知道是哪 我也想出去 但不知道应该去哪 索性就在这 我感觉我那个指向的不是外面 是家里 快出去 我要找宝藏了 你们赶紧出去 我们打扰你了是吧 那就不能走了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锁定你 我真的没有到最后一步 是没到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是拿宝藏 最后一步是撕下来 我要出去了 已经没有心力了 已经没有心力了 还要出去吗 不想出去 我觉得是要是要出去了 不知道是要是要出去了 我知道你在这里 已经结束了 你找到了 不想我这里 我们出去说吧 好 先不想我这里 你们还想我去下雨 完了 今天又是不能睡觉的一天了 一定已经被人拿走了 一定已经被人拿走了 那我们就名牌 在我的视角里 我觉得大家在做完游戏到十点多的这个过程里 都已经在进行最后的寻找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已经被人拿走了 我们就只能只剩最后一步了 就是一起来找到那个真正拿走宝藏的人 这样我们还能在第二天投票的时候把它投出来 我们名牌吧 我觉得剩下的就是开会了 为什么 又开始 不是不是 你们找到了吗 你换一个研法 你换一种研 我们换一种研 我今天绝对换一个研法 因为我今天要早点睡觉 那我们就名牌 你检查的够仔细吗 我觉得够 你看到有泡沫吗 对啊 什么地方啊 万一还有是吗 我只知道在衣帽间 因为一定在衣帽间 尤其你们两个刚才鬼祟的从里面出来 我差点被他吓死 咋的呢 因为我胆子小 好 我听见有声音 对在衣帽间 哦 那个密室吗 我也知道 什么东西 后面那个镜子后面那个 那个地方吗 去吧迪哥 那个地方 这个是那种镜子啊 好吓人 所以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在哪儿 你看这有机位 一定是这有东西 居然有密室 所以在哪儿啊 这一定是 你上来看眼睛凭什么有一个胶啊 绝对是 对啊 绝对是 对啊那有胶就一定是 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只能盘时间线了现在 那就是你和齐子军 反正在我的视野里 在我的视野里 你的嫌疑最大 文涛一直在屋里 一直在 一直在 我实话跟你说吧 是 是你把那本书拿出来我才知道的 但是你会不会已经看完了 因为很明显的本书放在那儿 哎呦 到时间熄灯了是不是 感觉这个 节目性子已经完全变了 第一季从来没有出现过 就是有人去摸但是不在了 从来没有一次出现过 这两天怎么盘的这么快 每天都在推胸啊 那我有个疑问啊 你拿到了味噌 其实你就是最后一步了吗 我没想到那个 我没想到那个 那你现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是我拿的 我刚刚为什么要在这里面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不是我呀 因为我在找啊 我知道 不管我们俩谁先进来 我后面进来那一次 是不是没有必要 如果是我拿的 一样的问题 如果是我拿到 如果我拿到 谁先第一次进来 不重要 如果是我拿到 我是不是也没有必要进来读你 对 对 我这次是真没推到最后一步 那你推到了哪一步呢 我推到 我把相片还给 心姐 然后心姐会给我一个 她说 谢谢你把相片还给我 我给你一个我的摄影作品 黑黑黑 黑黑黑 我觉得你到最后一步了 你看 如果这是最后一步就是 你看 啥啥你就拿了一个 这个东西是吗 这就是镜子 你早就推到最后还在那 还在那 我想睡了 但是我睡 你们又在下面投我 你俩觉得迪哥清白 因为我没跟迪哥接触过太多 因为我一直在垃圾站 弄垃圾 手套都还在我中央 垃圾 我推到了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相加就是77 那个化学元素1 那你那条线还没有到最后一步 就是一帽间的金属 如果是知道是镜子是能解释通的 这个一帽间 但是这个好难呀 我怎么可能猜得到 齐思君去哪了 齐思君出去了 我看他出去的 齐思君绝对知道 因为他刚才往 他也在找 你有注意到吗 我有 你在看什么 就是不知道在看什么 别想着老给人泡脏水的 首先他那个看镜子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是他真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他在那瞎看 还有一种是他在找镜子 还有一种他在演 他看镜子的行为和他现在出去的行为去矛盾吧 行等他们回来我们一起捋 因为既然已经有人拿了 就是得盘时间线吧 等第一嫌疑的回来吧 先返回家中 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五圈返回来的 画室 怎么了现在 现在独有进入推胸 推胸了 我都加入推胸了 都推完了一圈了 就等你回来 正在推你 怎么又出现这种情况了难道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你没推出来 我没有 我一直在画室卡着 你没有推出来最后的东西 没有 是吗 我没有 那你给我讲一讲 你为什么在书房看那个卫生间的镜子 因为在照一照自己的头发 不 你是这么看的 你不是在照镜子 因为还有一点 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我注意到了 那多了一台机器 那早就有 从第一次录制就有 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用过 我就习惯现在看一眼 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在演 带犯人去犯罪现场 看他的反应 可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正代学院第五季推特别偏支推胸进行时 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登场 我今天玩什么都没有干 我是无辜的 这个探长一号 昆涛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一号探长二号杨迪 我是警卫员 我护送他过去 探长也都有可能是便宜人 不要相信任何人 探长庞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现在几位探长 我是本次我是我是本次的记录员小浦 现在 现在我将记录各位探长押送犯罪嫌疑人 回到犯罪现场的瞬间 我怎么走 记录犯罪嫌疑人 请强调嫌疑人 凌场反应 走 先去一个真假难辨的地方 来 好眼神有点躲闪 认识这吗 衣帽间 熟悉吗 这个地方 就是我回来找到你们的地方 经常来过很多遍 对不对 是的 今天至少在这边有七进七出几次 好 这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很奇怪 这个衣帽间哪个地方让你引起了一些 不舒服的感觉 不舒服 这段眼神的躲闪 我已经觉得有点假了 我觉得他看到那个东西之后 他躲了一下 是的 朋友们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哪个东西 眼神 朋友们眼神 有点要控制的那种感觉 现在眼睛 不是 你现在翻他干嘛 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了 我到底要找什么呢 再从小打准 Close 你开始看我 吃吃看我 你 rank 没有 就能扨下时间 一样 WOO 但是到了 这个反应 准吗 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准不准 我觉得 朋友们 让我到正面来看一下 他',我快乐 我觉得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好假 我也觉得好假 真的是没上过表演课啊 齐思君 偷我吧 求求你们偷我吧 我现在洗澡睡觉 明天早上偷我 然后把那个金桥送给人家 我去做好事 你摸一下这上面吧 是不是没了 没了 是不是这儿 你觉得是不是这儿 是那儿吗 那可能是那儿吧 那我那个完全没有关系 我找错地了 能是史凯吗 史凯今天一天都没回过家是吧 让他俩交底互相推 过来 出事了已经 走了 你刚回来 又被人拿了 走走走 走走走走做 走走走走 我就不做了吗 你不做了 啥意思 我早就洗澡啊 你要是不做就投你了 你现在 焦头来了 现在的现在情况 比昨天还要复杂 来吧 你说吧 快告诉我 快让弟弟知道 弟弟快烦死了 你们都拿到了 我还在马堂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一段能把他拍了吗 这演技 不会行 你下来看看 跟我怎么说我演技不行 你看这是啥呀 气死了 那不你去洗澡吧 好 你们既然都不说 那我洗澡去了 拜拜 今天又是 不能睡觉的一天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赢这个游戏不是什么好事 除了你是那个 拿到那个人 我觉得现在最难受的就是 盘到最后会归到我头上 今天太可怕了 谁呀 越盘越不知道头谁了 嗯 你是两票的人 你要扛起这个责任 天呐 真是令人沮丧 太难了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就坐就坐 南国 我们都南西北 街巡兄弟 阳光白云蓝天 街巢醉里 我的装备 嘿 就是有你 protected 起船啦 啊 起船啦 起床啦 起床啦 oh 宝藏就是我们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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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by that's fun 哎阿普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啊给他看个好又走了 他给他看个好东西 哦那个青蛙是不是 啊在那个角落啊 这个太过分了 你确定阿普没有用过吗 哎考验一下阿普 怎么用 他后面有一个那个什么 这就是谜题吗 来来来站好 不要再看见青蛙了 站好 好来 好又到了这个紧张的时刻 这一期我们的宝藏藏在哪里呢 我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第四个宝藏 现在为大家公布最终结果 在公布每条推理线之前 请问各位学员 大家对本次宝藏的藏宝地 是不是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 对 衣帽间的 以后面 是不是Mira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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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wall 没错 没错 第四个宝藏的最终藏宝地 就是学院小屋 衣帽间的 镜子 现在为大家揭晓 每条推理线最终如何指向藏宝地 镜子 首先公布套圈的推理线 套圈为八个不同颜色的圈 且每个套圈上 都有一部分白色的痕迹 寻找发现 小卖部门口 正在举办马术俱乐部的报名活动 套中三个后 可获得免费车接车送 前往俱乐部进行 报名参观的服务 假如我真的一个都没套中的话 怎么办 再给你机会啊 他肯定 如果一个没有套中的话 小卖部老板 会让你去分发传单 分完传单可以回来 去获得套圈机会 想看我发传单 你套中了几个 我套中了刚好三个 套圈八中三成功后 可坐上俱乐部的专车 拉出座位上的安全带 会发现上面有紫色 蓝色 橙色 三种条纹 可以对应八个套圈中 相同颜色的三个 抵达俱乐部后 发现报名接待式的门锁 是被一把白色的三位数字密码锁 锁住的 根据安全带的三个颜色 对应三个套圈后 把这三个套圈上 白色部分进行拼接 会发现白色部分 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圈 你把那三个圈的白色游戏重合 就变成了一个白圈 那就是密码 000啊 我也是了 000没用 哦哦哦 哦哦哦 其实是 360度 哎呦 我当时我都服了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会卡 用360解开门锁 进入接待式后 会发现里面的很多家具上 贴着蓝色线条 移动组合家具 将蓝色线条拼接完整 可以得到一个很像房子外观的简笔线图 在村里寻找发现 简笔线图和位于枕山小院门前的四角亭 是完全吻合的 且亭子上 刻有一幅对联 上联是 绿柳暗前暗柳绿 下联是 清水合理 河水清 横批 相应成去 对联的单距 都是对称的 并且具意是 河水形成镜像 结合横批的相应成去 共同指向镜子 最后一步都好难 最后一步 我大凡能想到那个东西 我真的挺难的 我真觉得我那个挺难的 恭喜凯凯获得0票 辛苦了凯凯 真的太难了 厉害厉害 没有这条线挺难的 而且你这条线里没有任何的故事线 有 有是吗 我去到那个地方 发现报名处里面有一些客桌椅 然后客桌椅上面有一份传单 里面的传单是关于学习的传单 在外面分发的传单是关于铁骑银 训练的传单 假装是一个课外兴趣 但实际上是一个辅导 打着一个什么学习马术的名号 但其实里面是让你上课学习这种 怪羊头卖狗肉 对 接下来公布逗猫棒的推理线 打开并仔细研究逗猫棒 会发现波动按钮可以照射出四种图案 分别是鱼骨头 老鼠 猫爪 狗骨头 结合逗猫棒上面喵喵的标签 找到整山小院 喵喵的窝 会发现猫窝里有一块格纹毯 且格子里都有不同的图案 仔细观察发现 其中就有窝猫棒可以照出的四种图案 将相同的图案连接起来 会得到六组五号 抵达六组五号 会发现是一个垃圾回收站 里面放着厨余垃圾 可回收垃圾 其他垃圾 三种分类垃圾桶 将垃圾桶前面的垃圾 按照桶上的标识分类 会剩下三瓶化学试剂 无法被分类 其中一瓶 是浓度为2%的氨水 其余两瓶的标签看不清楚 在公告栏上 张贴的垃圾分类小课堂中 有几瓶化学试剂的配图 其中有两瓶化学试剂 与六组五号看不清标签的两瓶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两瓶试剂的标签 是AGNO3 瓦酸银和乙泉 通过书房中的化学书可以查到 2%吸氨水 乙泉和瓦酸银 发生的反应是银镜反应 指向镜子 恐怖恐怖 这个太难了 瓦酸银 李哥 安全了 瓦酸银 乙泉 氨水 你倒进去银就会吸出来 因为你有个瓦酸银 然后你的银单质就会吸出来 然后你如果是在一个试管上 它就会粘在玻璃石管的壁上 你就会像得到一面镜子 厉害厉害厉害 波哥 你这样你后面当期你给我空几天 我找你补补课好不好 李哥真太恐怖了 下次能不能来几个文科的棋 能不能移到棋有两个结法 不是啊 他没有说那个塑料盒上四个数字啊 显得像我编的线索一样 加钱是七十七一 那不是我做的线索 那是你们塑料壳子上的线索 为何不说 那没用吗 因为带数字的塑料盒 可以被正确分类 所以是无效信息 你 几个几个几个 零票几个 安全了 这下安全了 安全了 不是你 但是一能推出来也很牛吧 就是对 喝的很牛 你又跳了 七十七就是一安心冒肩 你是歪打正着 迎镜反应 我就说我不可能是一 应该是跟镜子也关系 我垃圾分完类之后的角落里面 有非常多的试卷堆积成衫 但是都是没有做过的 那就不是学校里的试卷 其实是辅导班 有可能 反正有一堆试卷放在角落里 刚才凯那不是有辅导班 那有可能 那应该是孩子们扔在那的 非常多 没做过的试卷 接下来公布喇叭的推理线 打开喇叭后 会听到胃痛男人 心悸失眠 咽炎咳嗽 关节炎老寒腿 这四种病症 结合村委会公告栏上的 老中医坐枕的海报 来到周氏养生馆门口的坐枕点 向老中医说出音频中的四种病症 即可得到四合药 并且进入养生馆 在养生馆内 会发现 由于音频中四种病症 对应的四张病症部位的局部图 接下四张病症局部图 会发现每张背面都有黑点 且墙上有一个黄色的五角星 根据每张海报背面的黑点位置 抠掉对应药盒里的药 可以得到DRAW 四个英文字母 之前我说有个你特别喜欢的是 那个老中医真的是医生 然后给我做了一整套的正骨 我就是那种 你还真做了这些 真假的 全套做的 就是整个脖子全部震了一遍 然后脊椎掌 咔咔了一遍 你昨天怪不得挺挺拔的 比往常看起来 昨天感觉精神头好很多 这个地方一摁的时候聚疼 然后它震完之后一摁一点感觉都没有 瞬间烤过来 特别厉害 那你赶紧复盘 我要去找他 快点 到哪里 然后到了绘画室 好绘画室 来到画室 可以看到与周氏养生馆 墙上画的黄色五角星铜色的羊桃 而在画室中 只有一张画架 所在的角度 可以将羊桃画成五角星 这张画架上是一张磅礴的素描画 画室里还有一面照片墙 墙上有15张画室的局部照 通过比对现场的6幅自画像 和墙上照片里的自画像 会发现另外5幅自画像 跟照片里是完全一致的 只有磅礴的自画像 跟照片里的自画像 是经过镜像处理后的 早知道我应该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然后就比较容易看出来 长得太周正了 一个对称的人有什么好镜像的 莫名的来了一波夸赞 对啊 夸人长得对称是非常好的 当然了 我认下了 没办法了 小齐这条线也获得了一款小孩的信息 我当时在周氏养生馆里面看到了几份病历 全部都是13岁的学生们 然后他们的症状全都是上课没有精神 然后精神涣散容易打瞌睡 然后结合刚刚各位的信息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会在正常的休息时间 课后时间去上补习班 所以使得他们上课的时候 其实更没有精力去专注在课堂的学习上面去 接下来公布信封的推理线 打开信封 可以得到一张名侦探学院第五季 学员和新管家的合影 合影背面写着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从而联想到光是重要的 寻找光源照射合照 可以看到齐思君的身上隐藏的四个字 舞台中央 在小巫书房里有一台设了密码的电脑 且用户头像就是欺人合影 因此用舞台中央的全拼 输入密码后成功打开电脑 就那个电脑太欺人了 迪哥在那儿然后我就准备试密码 我一看他刚转身我就输进去了 然后登登 然后他又回来了 我说电脑解开了 声音非常洪亮 第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就共享了吗 没共享 也没共享 他就开始骂那个电脑 就被他看到 输入密码后成功打开电脑 可以得到一段游客 在童木村文旅驿站附近拍摄的视频 自己观察 会发现视频出现的光闪 有长转规律 摩斯马 博哥你现在也好强 博哥你今天准备 准备上扛队吧 他必在扛队 我已经扛的不行了 他竟然扛起太多东西了 书房里面有一个摩斯马的 你们怎么都知道 我找了好久 昨天就翻到了 我要把它藏在一本 就你藏啊 对啊 对照书房里的摩斯密码表 得到ERJI四个字母 也就是耳机的拼音 结合视频中的地点信息 文旅驿站 可以确定文旅驿站的耳机 是重要的 在文旅驿站前台的抽屉里 找到对应的耳机 会发现这是一个调频耳机 根据电脑里 视频发布者的个人ID 为PD108 对应频道108 将耳机的频道调到108 可以听到一段 有电流音干扰的音频 音频播放的是未争转 且被电流音干扰的部分 是以铜为镜 以骨为镜 以人为镜 重点都是镜 从而指向镜子 就如果是未争 就一定是最后的那个线色 未争啊 市民的一面镜子 对啊 以史为镜 以人为镜 以骨为镜 可以知心替 接下来公布书的推理线 拆开书的腰封 会发现这是一本青蛙王子的童话书 封面上的青蛙脸上 贴有红唇唇印贴纸 翻开童话书 在公主亲吻青蛙那一页的蚊子上 和青蛙的脸上 各有一个红唇贴纸 且青蛙脸上 还有一个望远镜贴纸 在学院小屋二楼 可以找到一个 拿着望远镜的青蛙雕像 通过纯印贴纸 联想到和青蛙轻轻互动 和青蛙轻轻互动后 青蛙会说 要去圆巴卡小朋友的家 你就这样跳过了 明明是亲了一下之后 他再告诉你圆巴卡 然后说你想知道 圆巴卡小朋友家在哪里 那就再亲我一下 然后就这样一直亲下去 你亲他十下 他会告诉你明天的天气是什么 这是一个笑话还是真的 真的呀 你要再亲他三下 然后他会告诉你 圆巴卡小朋友在二十三组二十号 不然我去哪找这个圆巴卡 把他清烂了都 七都给他清掉了 你这个太恐怖了 我这 去到圆巴卡家 发现他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 和圆巴卡对话后 他会把玻璃瓶递给学员 并说只有解开这个 才能够去找他 仔细观察房间 发现一共有二十五个编了号的书包 还有一张铺了桌垫的桌子 桌垫的中间有五行数字 五行的高度 与玻璃瓶的高度一致 仔细观察 会发现玻璃瓶内部 装有磁性流体 因此将玻璃瓶 与五行数字对齐后 平行滚过桌垫 会发现玻璃瓶内的磁性流体 在桌垫的二和四 数字处有停留 从而指向二十四 其编号为二十四的书包 打开二十四号书包后 会发现里面有四张 画了涂鸦的试卷 一个写了字的草稿本 和一本语文课本 通过草稿本上的信息 和书包里唯一的语文课本 判断出 在语文试卷上的涂鸦 是重要的 结合试卷的涂鸦 和语文课本上的 天静沙 秋思 发现试卷上涂鸦描绘的 刚好是 枯藤老树荤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的景象 但唯独缺少了小桥 因此 下一步地点 就是桥 接下来最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 怎么干嘛 走了 两个穿着红衣服的小男孩 给我做了一套诡异的舞蹈 来复原一下 磅礴吧 磅礴 刻在他的脑海中了 你来 你跟我来一样 一模一样 我伸哪个手 你伸哪个手就行了 先这样 然后 二 一共四下 三 还是这个镜像的拍 四 对 还是镜像的拍 然后把手放下 然后我们这样拉手 然后这样转过来 不 不转 面向这边 然后手是这样的 你这样抬上来 他还在说 我 我 门 走 拉 然后这样转过 这样转 背对他 然后看那边 再见 再见 对 然后我们再这样转过来 就拉着手走了 我现在看他毛骨手在 没错 因为这段双人表演 是镜像的 因此 只向镜子 太恐怖了 我的那个也好恐怖 因为那个锁打开以后 是两面窗帘 然后黑灯瞎火 我就知道这个房子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准备进去的时候 我的跟拍摄像 所有人都不见了 我又回头 我说人呢 然后我又出去 最后 我拿着一个拖把进去 我把那个窗帘一拨开 就有一个人 嘖 跳出来 就有一个人 嘖 跳出来 就说 干什么 我把我吓的 我吓死我了 我把我吓的 我吓死我了 那个老师 当时看到你手里的拖把 应该也吓了一跳 那你那边有触发剧情线吗 因为那个草稿本上写了 就是你们上课会传纸条吗 对 就是我写一句 你写一句嘛 他们写的大概两个小朋友的对话 就是哎呀 好久没有踢足球了 好想踢足球啊 他说我也很想出去踢足球 功课太多了 对 然后他说这个课好无聊啊 我不想上这个课了 对啊 这么无聊 我妈还让我来补这个课 补课 对 然后最后的一个就是不行了 我不想上了 太无聊了 我要逃走 补习板 对 最后公布的是 相框的推理线 相框里面是新管家骑马的照片 在村里有很多电线杆上 贴了不同马的海报 上面写了马的名字 和一些英文字母 找到和照片上无形骑得一致的马 会发现它叫时间马 且时间马的海报上的英文字母 是OC.MO 意味着10月的星期一是重要的 且小卖部门口摆放的马场宣传摊位上 有三本赛马活动总结手册 其中一本就是10月份的 打开之后 发现10月的4个星期一 时间马的赛马成绩都排在第5名 且成绩分别是32秒 38秒 32秒 38秒 再仔细观察手册右下角 是一个名为卡拉的小人 比着OK的手势 由此联想到卡拉OK 去到莲花书站二楼的卡拉OK 会发现一张同木村村名 点歌喜爱度排行榜的榜单 根据时间马 在10月份的每周一 都是第5名 从而对应歌单排行榜的第5名歌曲 是爱之初体验 32秒到38秒的歌词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好难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32到38秒的歌词为 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把你的照片还给你 由此想到 要把新管家的照片还给他本人 将照片还给新管家后 新管家会拿出一张纯黑色 同等大小的纸 并对你说 我送给你一个 我的摄影作品 黑黑黑 并且将其放在空相框里 还给你 摄影作品 黑黑黑 且黑为黑色的黑 暗示 可以清晰映照出自己的脸 结合相框的外形 组成了一个镜子 指向镜子 那时我曾经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我没有听清楚说什么 然后我说 你刚才说什么 那你说 你要仔细听 原来 原来这句词才最重要的 我立马把手机拿出来 把新管家后面的那句台词给录下来了 不过这句台词一定很重要 这就是什么 我的摄影作品 黑黑黑 压力很大的 这句台词很怕说错 不知道 以为自己踏实很高兴 对 因为我们总会在意这些就是台词 文字 什么的 小浦那你那边有触发剧情线吗 我的剧情线就是 电信杆上有那种赛马的小广告 但是当时碰到了一个村子里的每日流动监察员 他在那撕那个小广告 然后他说这个赛马场的生意其实很不好 贴这种小广告又浪费又不环保 什么的 到那个卡拉OK二楼有张贴的一个纸条上面说 铁基银的耗电量是最大的 异常耗电是六百多度 其他的可能都是两百多一百多 所以推测他们晚上可能再做一些其实 不法勾当 不法勾当 毫无关系的其他的事情 以马场为掩护 其实在偷摸的补习 对 那么在今天早上九点之前 在你们六位当中究竟有没有找到宝藏的人呢 答案是有 哇 哇 又找到了 而且每个人感觉都不像是自己 现在明确承认自己去找过那一个地方的 只有我跟我 我们两个就明明确的找过 因为我们在这遇到了 但是我可以自证自己的清白 并且他们能认下 那如果就是问题特别简单 再处理就只要是你了 但是 但是我跟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又又觉得你又不是很像 但我跟你的自证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如果找到了 我为什么还要反复的去 不一样的是你是选择这个策略的人 对 选择挑明的人 他那个自证的逻辑就是唐博在 发现了他第二次返回 就是对 他不可能躲在那等人抓他 他说 唐博嫌疑是最大说句实在话 我为什么会反复去看呢 就是因为我我还没有找到呀 而且我觉得明确的指向镜子 就是你你抓住我之前 其实你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 我抓住你之前已经确定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抓我 因为我看到那里有声烟 我就想知道是谁呀 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我知道那里有 但是就是你一开始给我的反应 是你觉得你怀疑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呀 就是如果换作 如果换作是我 我确定已经被拿走的情况下 然后我因为听到声音 我进去发现了一个人 我就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 你第一遍的时候摸过那里了吗 不记得了 因为我是最后一遍摸到我确认没有 你第一遍你继续几遍 我应该进去了三次 我觉得他是不像 你觉得他像吗 你们觉得我像吗 没人了 那谁啊 他俩就很像 就是他如果是他俩的话 他就是他们他俩就是把最后一步 骗了 谁俩就是小提和迪哥吗 你看你又拉进来很多人 如果假设的话我在想 你就像不相信他自己能盘出赢进反应 我觉得他俩是有可能的 因为迪哥已经看了笑才输了 笑才输了 我一直看的元素周期表 看难不难受吧 难受吧 难不难受 难受 好难受 迎进反应 如果有结果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投票了 在你没来之前 零票一直是我 你来了之后 心里输不多了 什么呀 我五票 上一次 忘了 睡得早得五票 你来吧 你有两票你是警长 但我的视角是很乱的 我又突然觉得有点 因为杨涛那个事情 我觉得不难想 对我听到线索 我觉得杨涛真的不难 对啊 又是他最后一步在骗人吗 但是我是真的完全看错了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证据的话 是文涛可以排出去 我我就 你把文涛 我排他就是他没骗我 他要骗你是 他拿到之后 设计好了一处剧情 他在里面等你 而且知道 他不用在里面等我 比如说他拿到之后 而且我是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你不是一直在门口 对不对 我是看不到你的 那就文他说没嫌疑 那就小齐了 在我的视角里 我可能会怀疑小齐 他聊了嫌疑 开始吧 我们投票吧 谁想好谁就出发 我去投票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投给谁 因为唯一这一轮盘下来 只有小齐就是没有一个不在场证明 我觉得他可能嫌比较大一点 抱歉 暂时投给小齐 其实我现在想了一个道理 就是 磅礴身为警长不归票 我投磅礴 决定了 就投吧 毕竟人家是上过表演课的人 我们要给予人家一个演技的一个肯定 但我要想那个我的两票就得投到一个人 这样才不会把我投出来 感觉小齐还是有空间做案 两票 我的票都投给小齐 莫名其妙把我当成这么大的嫌疑人 我不知道这是我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 我选择把票投给磅礴 我哥这边就是其实所有的时间线 还有线索推进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都是最大的嫌疑 我投磅礴 现在为大家公布最终的投票结果 首先公布获得零票的学员 他们是 琴 狄兄 石凯 你也你 杨迪 谢谢 文涛 文涛 获得一票的学员 阿婆 是阿婆 而获得三票的学员 有庞博 小齐 我平票 我莫名其妙了就上 你是想独吞还是平分 我们两个 迪哥你问一下投小齐 就听你们谈的呀 我哪知道投谁呀 你怎么耳听则乱 耳根子软的跟什么一样 由于庞博小齐同票 其他四位学员 现场再次投票 决定最终选定对象是谁 刚才我投博哥 是因为我觉得 他最后一轮 他在投票的时候 其实没帮我们所凶 我以为他是很像那种 就是先看大家想投谁 我反正两票 我最后看你们想投谁 我挂一个 我就吻了 我感觉他是那种心态 所以我投了他 我全场踩 然后看你们投谁 我跟着投 我现在怀疑不是 我现在怀疑不是我俩 我也担心不是我俩 我不装了 摊牌了 我拿的 没错 就是我 决德是庞博的 请举手 3 2 1 3 2 1 经过一番讨论后 最终 庞博 获得了4票 全票 你们都没有一个3比1吗 谢谢你们 其实我再一次相信了你 我再一次相信了你 我再一次相信了你 我相信你 你最好不会让我失望 那么 庞博究竟是不是最终找到宝藏的人呢 答案是 不是 不是 找到宝藏的学员 已经成功逃脱 你啊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实锤不是我 不说了已经逃脱了 给我心疼你 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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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是我迪哥 我不能让你失望 你吗 这是你 杨迪吗 杨迪如果是你 那我佩服你 如果是我 我牛不牛 化学都做出来了 你要我佩服你 就是文涛 绝对就是文涛 文涛 文涛你这个表演状态跟上一次那个造化有点像 文涛 叫文涛 什么文涛文涛是你教的 文涛 哎呦我的嘴 文涛文涛文涛 文涛你不会想往外掏吧 我也只是文涛的一颗棋子 你是不是在往外掏啊 我只是文涛的一颗棋子罢了 来吧大家转一排 结果这个人到底是谁 在公布最终找到宝藏的学员之前 先来为大家送上精彩的《推胸之夜》第二集 昨晚 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 居然有三名学员去搜索过藏宝地 衣帽间的镜子 这三个小清过来 他们的时间线分别为 第一位也就是成功找到宝藏的学员 他拿走宝藏的时间为晚上9点37分 哇哦 还在家里 我在刷牙 在刷牙 绝对不是我了 9点多我还在那边 我一直在外面 初一星 你当演员你就当演员 你别跟我们这样贴贴演 我跟你讲 没事听吧 第二位 他推出谜底镜子的时间 为晚上9点41分 与找到宝藏的学员 仅相差四分钟 谁 他带着焦虑的心情 反复进出衣帽间的镜子 寻找宝藏 你晚了几分钟来找他 四分钟 那你没有撞到他吗 就差了四分钟 你想想你四分钟才有可能 阿普拿完了宝藏兑换圈 刷完牙然后来找我们 还刷了个牙 我可以我看到吗 我的直角 第一我头刮阿普还是 叫什么阿普 我叫普导 普导 第三位 他在晚上10点12分 抵达藏宝地 仔细寻找后 认定了宝藏 已经被人拿走 10点12分 那不是 是谁啊 文汤 那么 真正拿到宝藏的人 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有请 真正找到宝藏的学员 拿着你的宝物兑换券 向前一步 三 二 一 真的假的 恭喜杨迪 零票逃脱 成为第四个宝藏的获得者 啊 怎么是你你在这 你会化学呀 我会看呀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宝物兑换圈 就这样 就是那个啊 快朋友们上 上 动手 抱歉 我也没办法 咱们是第一次摸到宝物兑换圈 真没必要这样 我也没办法 我就在想 那我是不是路线走错了 可能跟化学元素表没关系 回到垃圾站的时候 我仔细研究那三平没有办法分类的垃圾 我发现我真的是眼睛有问题 人家写得非常清楚 2% 氨水 另外两个 在那边垃圾站不是很清晰的 在公栏上面也写得非常清楚 一个是AGNO3 硝酸银 还有一个是乙泉 正好就对应那两瓶没有标签 比较模糊的有害物质 我就知道 这三个一定是有用的一个信息了 我就决定再回去翻一下那个化学书 这是一本化学书 比拳的银镜反应 在工业上可用银镜反应来致镜 对吗 银镜银色 银镜是镜子吗 我认人真正看了这个镜子后面没东西 我认人真正看了这个镜子后面没东西 但我认真看了这个镜子 前哟 银正变成 我终于懂这种心态了 找人去表演 It's Showtime 把愁容做出 一定要出现在大家面前 装作一副 然后也到那个地方去寻觅一些线索的那种状态 我也卡了 甚至不知道该去哪我就不出去了 因为好多狗 那我不走 我没看到 我也觉得很难 因为我的化学很复杂 那我们就名牌 什么地方啊 我只知道在衣帽间 因为一定在衣帽间 尤其是你们两个刚才鬼祟的洞里面出来 对 在衣帽间 那个密室吗 什么东西 后面那个镜子后面那个 去吧 迪哥 哇 这个是那种镜子啊 好吓人 所以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在哪儿 你看这有机会一定是这有东西 居然有密室 你上来看一眼 这凭什么有一个骄傲 这一定是 绝对是 对啊 我想睡了 但是我睡 你们又在下面投我 等他们回来 我们一起捋 因为既然已经有人拿了 就是得盘时间线吧 我发现这个复盘之夜必须得参加 他们在复盘之夜表演 其实可以来说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可怕 因为他们每句话 其实是有逻辑可循的 我发现我说到后面 我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少说话 你说不清楚 你越多说 文涛就会说 诶不对 在我的视野里 你的嫌疑最大 文涛一直在你屋里 一直在一直在 怎么了 现在不又进入了退休 都推完了一圈了 就等你回来了 正在推你 认识这儿吗 衣帽间 熟悉吗 这个地方 就是我回来找到你们的地方 经常来过很多遍 对不对 是的 今天至少在这边有 七进七出几次 没有 这段眼神的躲闪 我已经觉得有点假了 我已经盘不动了 我就头磅礴了 今天太可怕了 谁啊 有请杨迪来领他的宝藏 哇 谢谢 恭喜恭喜 哎呦 想杨迪哥 终于可以洗竹眼了 怪不得 我昨天晚上有一瞬间想过 迪哥今天晚上没有和我们分享他的所有线索 因为我最后一页拍的是迎镜反应 但他那个演的真的很好 就是我们带他去那个衣帽间的时候 我对着外面 我站在那对着外面喊 我早就进去过了 你们想要这种反应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做不到 恭喜杨迪成为第四个宝藏的获得者 我们还是简单的 把这个故事先盘一下 其实大家刚才说的也差不多了 最近同牧村的马场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 据同牧村马场的一名普通员工反映 马场最近总发生深夜灵异事件 一到夜晚就老有白色灯光 在不停闪烁 马场的角落还时不时发出灯灯的响声 这个马场近期悬崖说要开办马术班 因此大家都在忙着赶制马术课程的宣传海报 而且最近的废品站还总出现试卷和课本 马场灵异事件被传开 同牧村的村民也在民宿的聊天板上 讨论起这件事 通过马场项目宣传海报 与补习班课程表的对比 最终揭开马场老板 暗自开办补习班的秘密 重力的马场老板 偷摸在夜晚补课 才会出现夜晚灯光闪烁 云敲击黑板 发出怪声的现象 但夜间补课 导致学生们过度疲劳 大批学生出现上课精神不振的现象 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 灵异事件 最终被破解 贪婪的马场老板 也被举报进行整改 现在我这边叫马老板 还是叫马老师 这一期其实看到的是 课外辅导班的一个乱象 存在一些教学不正规的情况 一些乱收费的现象 这些情况都会使得第一 加重家庭的负担 第二 就是加重学生本身学习和休息的负担 家长们要从孩子们的 孩子们的角度去出发吧 培养孩子不光是从他的学习上面来培养 更多的是在乎孩子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童年嘛 学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学习之余 你能有课外的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减负不是不做作业 而是减掉同学们过重的和没必要的学习负担 学习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如果在小的时候就是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并且没有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 其实很容易对学习丧失兴趣的 这在长期来看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 到头来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特长 甚至学习本身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其实那就是浪费了时间也会增钱 在我看来孩子最好的老师还是自己的家长 孩子最好的课堂还是在自己的家里 我觉得这个政策首先肯定是让小朋友获得一个更宽松更轻松 也更利于他们成长的一个教育跟生活的环境 然后另一方面肯定也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从很多之前不必要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其实双年政策推进之后 其实孩子会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 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父母的一种督促 父母要意识到就是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课堂教育 家庭教育也是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家长也应该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去给他们合适的家庭教育 好像听说有好朋友要来看大家 谁 换衣服了 巴卡和他的兄弟 马卡巴卡 欢迎欢迎欢迎 哈喽 孩子们 又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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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姐们好 你好 你们好 你们好呀 我哥哥回家了 谢谢你们帮我找回哥哥 我太开心了 哥哥回家了 谢谢你们 爸 爸 妈妈都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用上补习班了 哇 好棒呀 真棒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好好学习 车堂上认真听讲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嗯 更好的 棒棒 而且我们有时间去学画画了 哦 太好了 好样的 我们最喜欢画画了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还特地给你们画的张画 我太棒了 哦 谢谢 给他吧 这里 这里 给这位 我拿着吧 反正我也不嫌手麻烦 拿这么多东西了 不差了一个 他们画的那个卡通画 谢谢 我们要去找星辰老板学画画了 好 再见 加油 拜拜 拜拜 加油 小心啊 哇 画真好 这是我们的 其实国家呢 之所以会推出这个双减的政策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义务之教育的学生们 不再有过多的学习压力 就不增加额外的负担 能够更好的去成长 学习 以及发展自己的全方位的发展 对 我们的宝藏宿到这期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名侦探学员 要做就做 No.1 过年了 过年了 啊 好热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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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又要跳舞了 小伙子 你们长得这么丝 你们跳舞一定很好看的 哎呀 大姐 您真是有眼光 这是我们的舞王 这是我们的 大神皮 这是我们的生意啊 跟我们一起看舞吧 这次每个人将会获得两个厨师道具 我们很难互相避开啊 这个鱼 我另一个多多少少有点想心思 我去看一眼 你觉得要不要去村口 不去了 这显得我很想跟着你的 我想来这儿找个东西 男逼哥刚在那边干什么你知道吗 陷入胶着 这算蛇呀 不会吧 我看漏了什么 你好 我看一下啊 这个怎么拍照啊 爱拼才会赢2.0 这是选择吗 出不去啊 温涛 阿浦 凯凯 小西 博哥 第一个 还没有人破冰花 他完全可以自己在手里散好了 往外出 一个破一个冰吧 破不了冰 那我这张牌是哪里来的 我没有摸吗 兜里藏了一张 带我了 大户人家 他要结束了吗 获胜的可以查看 另外四个人 任意一个人的手机一分钟 有请我们今天的任务发布者 某哥好 迪哥好 你好 快 王大爷 王大爷 曹大爷 好勇气 这就是曹大爷 三位大爷 要发布我们的站点任务 一顿操作猛如虎 太任务的心意就算赢了 我辛辛苦苦跑回来 就为了这个事情 就为了拍你的心思 王浩你有什么好处呀 拥有我 魔镜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 唐九州 这么简单的秦聪 我们怎么会想不到呢 我对你爱爱爱伏 中 уди 接近了 这是我长期仙子 三号 上学的时候 会带着所有的东西 我和大律师 我和大律师二号 这比宝藏还难找 去推理怎么样 您小时候是不是特别爱吃糖 您父亲是做什么的 律师不慌先拍张照 我们推下一条线可以 是这样玩的 怎么感觉像是在演我 不是真不是 这村子里有挺多老年人的 很容易被这些骗子盯不上 我们得到的就是他的犯罪证据吧 归归碎碎 我们到最后了 我已经拿到了 那早上去吧 早上休息 两个人的脑子就是不一样 我们名牌吧 我觉得剩下的就是开会了 为什么 又开始 不是不是 你如果 如果还是这个 你换一个演法 换一种演 我们换一种演 我今天绝对换一个演法 因为我今天要早点睡觉 那我们就名牌 是这样的 为什么 我现在 我 你们俩我不知道 但我 因为我有两票 我确定的是他知道 我怎么确定 你一定会来这看我呢 因为大家都已经推到镜子了 我怎么知道你推到镜子了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不行 我必须要这种眼神 因为你刚刚有这种眼神看我 不要去洗了 因为我也没什么嫌疑 越盘越不知道投谁了 嗯 怎么办 那就是你了 投我就废了 上微博 参与寻找宝藏背后的故事 征集活动 筛出你心目中的宝藏 分享背后的故事 重拾美好瞬间 优质内容 将有机会在节目中呈现 快来参与吧 出台双减政策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双减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减轻学生的负担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注意学习中的劳逸结合 第二点呢 双减也有利于学生得志 提美劳全面翻证 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我们的学生啊 不能仅仅会学习文化知识 还需要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那么第三个方面 双减政策的实施啊 也有利于减轻家长的负担 目前由于我们的这个校外培训啊 负担过重 其实也给我们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这种负担 双减政策的实施 有利于家长来调整良好的心态 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其实也能缓解当前日趋紧张的亲子关系 降低我们的育儿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双减政策啊 双减政策的实施 对于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其实也是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上微博 参与明侦探学院话题讨论 一起探寻神秘宝藏 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精彩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关注明侦探学院官方微博 了解更多番外花絮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经文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谈心社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深度支持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指定问答社区 直呼 新闻客户端合作 一点资讯 Zucker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特别合作 UC 夸克 亲宝方 致连招聘 百度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 探探 智行 讯飞输入法 横影圈 感谢媒体支持 中兴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南 腾讯大乡网 道众网 亚洲娱乐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